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来词在东坡之前 大抵以男女相似 怨别的题材为主 这样会模拟女孩子的心情 叙述他们的心情故事 因此当然这个在传统中国文言 就有一个归院的一个课题 所以香草美人去人以后 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 那文言一方面可以写出女孩子的一个处境 在面对生离死别的他们的一个感受 在一方面文言也可能借女孩子的那种 对美丽青春的丹丽 岸山莲花老去来比喻自己那种怀才不育的精神 因此旅行书写变得是在中国诗词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 文言可以为别人写作 为女孩子来服务 写出他们的处境 一方面也会把自己比喻为女孩子的一个情况 有一种也担忧自己不受鉴赏的一种无奈 因此在《东坡词》里面 也不例外的也有这些作品 另一方面《东坡词》也自己说了 自己多情因少我早生化法 或者多情却被无情恼 《东坡词》也自问自己多情 可是我们读了前面的《东坡词》 有关他的生涯的历练 事实上读到的情的部分 比较多是朋友之间 师生之间的词为多 这种解到妻妾也不是占很大的比例 跟很少看到纯粹写女生的词篇 所以如果你只按照生平的阅读的方式 来浏览《东坡词》的话 我们发现这个不是他重要的课题 他有另外的人情关注的地方 所以历来对《东坡词》有些批评了 从他的学生开始 就觉得他的词不及情 但对他们来说所谓的情 主要是男女之情 觉得《东坡词》的词就少了这种韵味 很少写到男女之间的一种很浓烈的 缠绵的忧怨的情思 所以觉得还是有点不足 不许当行本色 另外对他评语也有一个说 他词圣乎情 他文采是很好了 文词出众 但是情写得不够优深 当然他们所指的都是大家习惯的一个课题 就是男女之情 当然也不可会言 整本我们比如说已经读完《东坡》的一个历练的词了 那女孩子的情貌在之中也有出现 但往往都是一种陪陈的方式 尤其现在我们看到了他如何用见记的方法 透过女孩子的一种感觉来表达出一种厘情等等 这个他是会有的 因为刚好在这种场合 但真正关系到男女之事 《东坡词》好像真的也不多 那这样的负面的评价一直遥长着 因为当时也还有一些词 能不能破题的一些讨论 都觉得《东坡》这样的做法 太过把这些变成书情诗了 失去他原来的风味 那不晓得怎么去评价他的作品 不过后来当这种写着环境已经不一样了 只留下文词 失去了音乐的条件之后 大家就只能从文字本身去体悟作品的好坏 那反而《东坡词》的文学 因为少关系这种男女之情 写着更丰富了人生的境遇 因此他的文学性就比较高 阅读性就比较强 写着《东坡词》后来 他的境界的体会就更多 更欣赏他的地方 反而大习语多写男女之情 因为环境已经不在了 词词已经不能再唱的时候 还加上那种文字都是千变一律 没有很精彩的地方 相对就比较逊色 所以人的得识很难讲的 在集市之中 《东坡词》未必受到当时的很多文人的青睐 可以当然试过境迁 文学的环境 音乐的环境已经改变之后 反而文词优胜的《东坡》 确实能够长存下来 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启发 不过我们有同性对象想的 真的《东坡》没有这些成分吗 或者好像纵然是间接这些女孩子的言情 它呈现出怎么样的一种特色 或者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今天我们就 有些作品大家读过的 我们再梳理一下 再整理一下 看看《东坡》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题材上面 它有怎么样的一个表现的一些态度与方法 那我们先分几类来看 那作品就在讲义上面了 但我们可以打开书本都有的 那些相关的作品 东坡也不是纯然不懂耳履之情 我们说能够做一个词人 当然就有一种很纤细的心情 毕竟词是一种比较婉约的文体 能够写归院士的人 当然就能够体会到女孩子的 像类似的情怀 我们不从生理上去区分吧 人人类在都有一种阴阳的共体 同体的特性 阴游的阴面 你从你的母亲身上 你会学会的 从你的姐妹身上也会看到的 因此当一个男生就写作的时候 他不是毫无根据的 而且历来的那么多的作品 让他去模拟 所以对东坡来说 要写这些词不是不行 这是壮乎不为也 这是不大写 但要他表达的话 他还是会掌握到一个分寸 下面我们可以先从这里开始 看东坡如何模拟女孩子的 那种怨情 这是作为一个文人文学家 你必须有的能耐的 我们说词要写出一种张心比心 有一种共感 你除了写出男性朋友之间的 一种互动的一种情感之外 你还能够走进别人的世界里面 来历练一番 这个部分东坡也有他的 不同的特色 但是东坡当然他有意识创作的 在之前像刘勇 或者他的老师欧阳修 跟早的华坚石 都有那么细致的表达了 但东坡也知道 他的个性不是这样 文学家会有一种要挑战的 我只要写出不一样的一种 这样的情词出来 所以东坡纵然写的不多了 可是纵然写出来的 都还是有他不一样的特色 那下面我请大家翻开 到讲义的下面的页 摩尼驴子的怨情的部分 第一首的婉西沙写春情 有你们的书本的话 在278首 442页的地方 那里面有些注解 你比较容易了解的 在你们的书里面 278首的婉西沙 有一首婉西沙 但你会配合来看的 有注解你可能比较容易了解 那这首东坡我们讲过了 他写婉西沙 尤其写自然风光 农村生活 他已经创作了一种新的模式了 又会从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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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贯穿起来 好像一个导游 给我们看到农村生活的 一个形形色色 只有因景而极情 写出他自己的感受 那这一首呢 当然就不一样了 因为他是其中要写一 女孩子的怨情 那是有若无之间 东坡很喜欢写一种 无情有四的一个状态 好像是 好像不是 一种模棱两可之间 那大周写的太多了 东坡就确实用不同的角度 去写这样的一种情怀 那我们看这首婉西沙 道自娇儿雨未尘 未因春阁梦多情 照来何事绿环情 才所生清 长秤燕 红窗碎中 不闻音 困人天气 静清明 这里面呢 版本上呢 有些问题的 比如说 财索生清 长秤燕 你都懂中国训课的 知道了 必须这次平平 平这次 对不对 所以长秤燕 到不闻音 才是比较对称的 所以在 我打的讲页里 根据书呢 有点臭 你把它调过来 才是和平自得律的 好 东宝有书叫一个女孩子 当然这个观察很细微 他写一曲 写一曲 这些女孩子 当然看起来应该是蛮年轻的 一个少女 他说道自娇儿雨未尘 道自说出来咬字吧 他一直咬 牙齿 咬字不轻 闪话的时候 吞吞吐吐的 但是就蛮娇儿 娇的是很 很吃焦 但是呢 娇有一点 好像不很清楚 不准确的 有的娇 但这一开篇 看不出了 她有女孩子的形貌 自己说话 说话的形态 呈现出她的年龄的状况 而雨未尘 所以说这个女孩子 刚开始听她讲话的话 发字也不 指音不清了 而且还说话 还没有说得很好的情形 看得出 她好像还不够成熟 讲字的 焦焦嫩嫩嫩的 而且咬字也不清 我们很少看到 这样的形容 我会想象 这个歌词 也许在东坡 在某个场合 来写出来 当歌里接着这个词的时候 唱出来的时候 她必须要办一个声音 咬字不清 说话不清楚的状态 道之焦耳 雨未尘 那句话就是 有个剧本一样的 你唱的时候 最后发音 就不要那么标准一点 像我一点有点口音好了 对不对 吞吞吐吐的 才能把那个姿态磨离出来 我说东坡也蛮厉害的 她用这样的东西 称作女孩子的一种怜幼 那种呲杀的一个状态 讲话就是 滴滴答答 讲得要快 不很清楚的 好了 这一段 显然的这个女孩子 还是 我们说乳臭未刚 还是太怜幼了 还不懂什么事情 上面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正面 就她的娇嫩 但另外一方面 就称得出 那女孩子应该没有什么样的心事吧 应该是一个很天真的一个女孩子 但是下面就就质疑了 她说 未因春阁梦多情 今不说她了 未因春阁梦多情 好 她说话既然这样的 有柔硬娇软 土字不清 语气不畅 那如此娇嫂还汉痴的朱梁 她不应该被那些儿女情诗 所纠缠的吧 那么早晨起来 她说未因春阁梦多情 她不应该会有 梦到多情之事 她应该不懂的 对不对 她不应该有种男女之事 纠缠在她的梦中 好 这个是从你前面 你平常认识她的时候 就推论到 她的晚上应该不会 做出了男女之梦 也不会有情诗 所纠结 可是好生不是了 对不对 却有事 为什么呢 她招来何事 绿环青 绿环的绿迹 这个环迹 盘在头上的一个法迹 对不对 用绿环青 但是为什么呢 早晨起来 她的头发就偏侧 不那么完整 她本来好好的 一团头发的 最后的隧道就凌乱了 可见她的梦中 就反反复复 不那么安稳入睡了 对不对 可能一种朝思暮想之后 这边辗转反射 就不得安宁 难怪她 起来的时候 的形怒就不一样了 这些 这点如果你看很多的 写归院的词 很少写就这样的一种形怒的 东坡用了这样的三句话 一句一转了 然后转出一个疑问来了 未因照来合适律环青 本来这个表面看到她的状况 然后应该推测的什么 但最后就看到又是那个状况 那究竟她懂不懂 这个疑惑就来了 这是看到东坡的一种转折 蛮厉害的地方 那以前我们说 东坡的往事一举一举一举 自己采取不是的 那种因果关系 你看的表面是一个东西 比如第二句好像就推翻她 然后最后有一个疑惑回来 反反复复 好了 上篇三句就写出这样的疑问 下篇照理由应该是回答了 应该回答 她政府已经懂不懂 而且为什么她晚上睡得那么不安宁 为什么她头发凌乱呢 她没想到上面 作者也故意不说 若无其事 她还是过得她的生活 你看着以为有了 最后她有那么样的玩起来 好像没有 我们想到东坡写水龙吟的时候 似花环似灰花的一种样态 是不是之间的不断的一个兜转 很难去确定清楚的 好了 姑娘在白天的时候 才所申请长城宴的 就说她白天 在抽签架上 走荡来荡去 怎么长城宴呢 她说她轻巧的 清灵的 敏捷的样子 简直比燕子还更灵活 长城宴 比她跟她擅长 比燕子随风飘荡的 更加的一个飘逸 长城宴 长于燕子的飞翔 对不对 觉得她好交 玩起来的蛮不错的 她就乐在其中 生气如燕 不是如燕 比燕子更加的灵活 敏捷 你看这写出她 你以为她梦中 梦着什么的头发清澈了 早上起来她好若无其事 还是这边当起抽签来 当然我们读过中国诗 都这样的 这种称作有意思的 燕子是飞来飞去 连连如是 女孩子能当抽签的岁月 事实上也并不多了 我们是局外人 就给我们看到了 一个身在其中 现在享受青春的人 也许不会意识到 时间的一个变化 但做一个局外人 我们读嘴的话 开始可能会当 有些位女孩子会担心 她能不能忠欲如实 连连如此的 未必的 那是留个空间 给读者去品味了 写出来的 真的是一个 真的不懂 这个年轻少孩 还是以前我们也有过 但是当你回忆往事的时候 这些已经是 虔诚往事了 这边产生一种 很微妙的一种 给读者一种刺激的 但是红窗睡中不闻音 累了 她就 不少的整天玩得太累了 不知疲倦了 就不能稀疗 所以晚上就躺下来的时候 她就想一觉睡到 红玉当窗 然后樱体户外 仍然是生命不醒 你看她还是累了 就躺在那边 不管了 红窗睡中 不闻音 但这里面看得出 东坡的比较纤细的地方 以前东坡的词很少 是这样的描写 一个归宗的生活世界 这里红绿也相称的 红窗睡中不闻音 前面是绿环清 这词的色彩方面 比较艳丽 我说这样的写 归宗的情怀 是有着色 有收视的 而且要写出一种 它的美感出来 如果这个是 完全东坡的作品 她也顾虑到了 作为一个 这样的宴情的词 在这些色彩 而且道具 背景的刻画上面 也尽量的 要符合 那个情境 用一种富贵的颜色 称作出女孩子的身价 她的世界 她的青春岁月的种种 所以用到 红窗睡中不闻音 好了 所以很沉重之后 第二天起来 还听不到 那个音题 她都这样的 好 作者也没有再解答了 前面说 她说 招来何时 绿环境 为什么她头发那么凌乱呢 有的时候 她玩得很累 就吹到她 根本 你梦都不做了 黄烟鸟 吵醒她 她都这样的 她都这样 好像也不懂 她也真的不懂事 她也是 尽量享受 她的青春岁月而已 对不对 所以好像 前面的题目 也没有把她解答 使用一个 她的动作 反映出 她预传生活 就这样过下去了 可是在下面 有点一句出来了 好 在这样的情形下 她为什么 会昏昏欲睡呢 但是你看得出了 这女孩子 终于是 独自一个人 是无聊的 她不是有伴侣 过着这样的生活 她从头到尾 从早上 晚上 白天 都是一个人的 你说她没有仇悦吗 也很难说没有 反正就是一个淡淡的 是有若无之间 作者就有点一句 这话来的 困人天气 尽清明 好 就写出她的实例来了 作者没有 再对这个事情做解答 他就不直接去回答你 他说了 先写到人 写到他的动作 写到他的环境 答案呢 当然是不自觉就揭晓了 他说困人天气 尽天明 为什么睡得那么累啊 当然除了 他可能躲避吧 也许只能躲在梦想里面去 不愿意来 因为这个时候 正是清明时节 天气是很不稳定 让人觉得好疲累 对不对 提不起精神 为什么呢 跟清明 有时情语 有时候不那么稳定 当然也间接看得出 女孩子如果心情受到天气影响的话 也是不止永远的 都是整天会当得抽签的 天气会随时变化 再来就是清明时节 已经是暮春三月之时了 花也开始掉落了 青春岁月能有几何呢 当然这个数字 我们读者里面的意在言外 都已经不再说了 对不对 所以一个女孩子没有心思 也许是有若无间的 但是也没那么样的一个对象去追求 可是在这样游玩的飘淡的岁月中 事实上他也不知道 这些美好东西转眼就过去了 昆仑天气静听明 那这首词采取比较很间接的 一个言情的方式 用了动作 用的一些天气景色的描摹 来衬托出女孩子的内在的心情 也许当事人也不自知的 我们作为第三者阅读 我们开始为他担忧了 难道他能够永远就享有这样的生活吗 也未必 所以愿情很有趣 让我们回忆自己 我们曾经有过的青春思维 不是也像那个女孩子一样吗 对不对 在事由若无之间就这样度过去了 转眼了 人生就不再年少了 所以词里面有很多的一个作用的 除了当事人的状况 也会考虑到读者阅读的那种心思心情 在聆听在观赏的时候 我们也被邀请参与在其中 不只看到当事人在这边什么活动 也会印象出曾经有过的 我们自己的生活 所以里面就产生很复杂的一个情感 怨情一直在意在眼外 那这种 你放在整个一个抒情的词里面 看到写这种男女之情 那东坡这个词相对是有特色的 起码他不不别人的 一个苛咎来写作 一点什么殷情言情等等 他就是都不说 要间接地把它烘托出来 这些其他的有他重要的地方 那有时候词的妙处不在于它就是明白说出一个故事 因为它是配音乐 音乐有高低旋律的变化 有一种跌宕的姿态 所以关键最好好的词就在于它有一种可以转翻转的一种姿态 有人东坡走前面一段有一种是有若无的 一句一句间产出一种不同的意义 你以为了解了 结果就把它盖下来 然后另一个问题又来了 那以为有答案了 结果它偏偏又不说出答案 就变成有姿态 有翻转的姿态 而且它不是停在那边旋转 它是有一种层层推进的方式 从你刚开始我们才不知道时令 以为是一天一晚这样的 慢慢才告诉你 在这玩耍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已经到牧村三月了 你们有个慢慢推进的 人的其中里面不断地当周间 一天一天过去的时候 原来已经不止是赢到牢 春天战斗结束之时了 那这个就不过其实里面 它有一种往前推进的轨迹的 人越有起头 有中间的变化 有最后的收尾 这个词也配了整个情节去发展 这中间呢 要有一个旋律 它有一个翻转的 一个转折的一个机制 而东坡用问话疑惑之间 有无之间在做这种翻转 使这个情意就有个跌宕 幺蛾的一个姿态 就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看这个词好不好 我并不在乎它 有没有一个更 很深层的意念 或者有更高的意境 有时候就是 你坐在能不能 就同样的题材上 翻出一些心意出来 有些的语言的姿态 你觉得特别美的 就足以动人了 东坡用采取这个方式 它不跟人争了别的一个地方 就叫你让女孩子 用她的动作 让我们局外人观看的 她的表现 你体会出春天的那种 淡淡的一种仇怨 这词就是比较特殊了 对不对 你说东坡不懂吗 他也能够模拟 或者猜测到女孩子的心情的 这里是一首 那下面我们在看 一首叫蝶脸花 就下面这一首 那你们书的话 就在307首 475页的地方 就过去花间 北宋以来 最常用的词牌两个 一个是蕶蜥沙 一个是蝶脸花 一个平生运 一个浙生运 都是大家最常写的 那一节奏时 前面的蕶蜥沙 他写起来 像一个绝句 也像一个律师 有对句 对文言来说 并不太难驾驭 因为文言都会写律师 对不对 那蝶脸花 就比较不一样 有长短句 真的人愿意去 接受一个挑战的话 就可以写蝶脸花 那两个词牌 各有特色 那我们可以 各举这个范例 能拿去欣赏 好 这首我们看看 蝶脸花 蝶蓝风 英勇春过半 花落狂风 小院残虹满 无罪未醒 红玉丸 黄昏莲目 无人卷 云并蓬松 眉带浅 种子愁眉 欲速 谁消遣 未兴此情 难戏半 阳花 悠悠 东风光 的确 这个词 你放在欧阳修 或者花间纸里面 大概都差不多 那你说是 东坡的词 如果你不是因为 在东坡词中 你真的不会以为 是他的作品 完全没有东坡的 一个特色 那当然在词集里面 这首我没有人怀疑过 都一直以来 都在东坡的词集里面 那我们姑且 也认为 也许是东坡 能够体会到 那种花间情味 写就像类似的情怀出来 完全的一种 很传统的写法 但我们说词 最重要的是 你写春天的情怀 把一个女孩 你的仇视 英景 言情 是惯常的 一个铺乘方式 最重要的是 你最后的结尾 能不能有 不一样的一个收尾 产生了一种变化 以别于别人的 一个创作 那这里 你看 在这个收尾上 也有他的一个 很不同的地方 那我们看 这首词 先写 当然可能是一个 一个女孩子 一个商春的 一个女生 那作者也从外在写起 他自己收尾的 所有的物都不是纯粹的 很多都是人的心情投射在其中 所有的慵懒两个字 都是错者故意投射在他身上 无非称作出人事而已 对蜜蜂蝴蝶来讲 无所谓慵懒这回事 是人自己感觉到出来而已 那这个时候 为什么感觉他们的慵懒 因为开始也不是百花盛开 甚至花凋落之时 他们想去采花蜜吗 也没什么好花可采的 所以飘的飞来飞去 都是不起劲的这个样子 物是这样的 人就不用说了 人更加慵懒 所以这里面一开头 既点出十念 也用懒跟慵两个字 是把人对蜜蜂的主观感觉也写出来 当然相对的 也是称作出人的慵懒的 无精打采的一面 它一举两得 这是真的外面的蜜蜂蝴蝶都不起经 当然也是在人的眼中看起来 人也何强不受它影响 故意也称多出 人的世界也几乎是这样的 没有什么进而 好了 另外是什么 春过半 大好的春天过了一大半了 下面就是 为什么有解释 为什么蜜蜂蜂的英雍 春过半的姿态 状况是怎么样 下面就着意在这边描摹 它说花落狂风 小院残虹满 这些庭院的落花了 为什么蜜蜂蝴蝶那么庸蜂 因为没花可采 所以应该时候 是狂风把花脆落了 花落狂风 风的大小就各有不同的体会 所以狂风当然是一种 就是很不舍 觉得花如人一样 无法抵挡时间的一个消磨 所以有意跟人作对 产生了一种主观情绪的控诉 李星当年 后阳收也写过蜜蜂话 他用到 语恨疯狂三月末 语恨或者语恨疯狂 三月末 也写出风的无情 这里花落狂风 当然是道庄局 狂风吹花落 花落狂风 因为这样的情形 写着庭院就冷落了 所以他说 小院残虹满 这解释为什么前面的原因 春过半又怎么的情形 英国就扣得很绵密 当然这种手法在传统的诗人来讲也并不太难 有点填词也应该要照顾到这一点 这么注意到了东坡也清楚了解到词的一个原情 写景的一个特色 有它的绵密关联的 我们说词很少做一个突变的 但东坡有的时候会用到大张东去浪涛进 见过风流人物 顾雷西边 中间有切断 然后回到现在来 他用的比较诗的手法 但传统的词要写的话一定很绵密 针线要很密 把它缝合起来 前面的阴后面的果又扣合得很好 为什么会跌揽蜂拥呢 当然只因为后面的弹出的原因了 是因为小远残红满 好了 这个情景上 当然我们说了 它不是纯粹写景的 这个景中 前面的慵懒迎出来了 那人事又如何了 又会扣合起来呢 下面再做一个很绵密的处理了 他说五醉五醒 红玉满了 红玉满 五睡九醒 有个人下午就喝醉酒了 还未醒 五睡未醒 为什么中午喝酒了 也许看到长虹心里面很不舒服 想逃避这一切吧 睡个午觉 不只是睡觉 还喝了酒 还未醒 等到了当晚的时候 太阳已经这样就下山了 红玉满 那么说在田子的时候 你看到 为什么你又仔细读它了 我们说词里面 除了我刚才说的情意之间 有一种很绵密的因果关系 有串联起来 有种因服 一个因 牵一个因 慢慢带出整个旋律 它是有它的一个关联性的 这里也一样 你看 刚才写到了 蚕虹满 蚕虹是 那个 红花 代表春天 蚕虹铺满的地上 那是比较惨淡的色彩 然后下面一转过来的时候 它怎么结合 要用同样的颜色 但是不同的 这个氛围的 是五罪未醒的时候 红玉满 天上的红玉出来 但是也带一种 很昏黄的颜色 黄昏的一种 惨淡的颜色 两个红就相映成去 庭院是蚕虹满 天上是沐浴 红玉 就傍晚的时候 映在天空的一个形形 做了很好的一个结合 色彩上面 带出另外一个情景出来 这是要很细心 才能注意到的 这里看到如果东坡的话 它也蛮能够 扣合这样的一种观念 就不要把它断裂开来的 如果从蚕虹到红玉 从地上到天上 然后这个颜色 你以为同样的颜色 其实上应该时间变化 从白天应到傍晚 但是都是同样的 你逃不过出来的 很暗淡的 一种昏尘的红色 因为代表一个时间的 一个消失变化了 好了 在这个时候人怎么办呢 黄昏 年幕 无人卷 所以还没有把人带出来 他也有个人没有醒来 记得他毫无动静 对不对 他躺在哪里不知道 只记得很安静 这个庭院之中 没人出来 黄昏的时候 年幕无人卷 还是垂着这个连维 没有把他卷起来 看到人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 为什么不要卷连呢 因为怕蚕虹出目惊心了 有意躲避他 不窥避他 不想看他 所以把年幕都低垂下来 我们说东部在这里 蛮能够写出一种情绪的 此时的一种哀伤 深沉的忧怨的情怀 会用到相类似的一种意象里面 在你哄唾渲染 红玉是晚的 连维是卷下垂的 心情是沉闷的 是慵懒的 又会呼应到前面所说 慵懒的整个状态 对不对 不是蝴蝶蜜蜂用懒 你人都用懒 懒得起床 懒得卷连 对不对 整个都是一片非常混沌的 没有精神的状态 所以整首词里面 你看用字不是很深 可实在看得出了 他的情思非常的绵密 对不对 扣合得非常好的 那这个我们说的 这次你读下去 你看到画面的 也体会到整个感情 跟景色是相应的 无人卷的帘子 红玉碗的在天空 而且没有愿意醒来的状态 蝶蝶就依旧败落 蝶红花落 蝴蝶蜜蜂蓝 人也是昏昏沉沉 因为人也许要感到 脸老色帅吧 对不对 你跟花朵的命运一样的 都是低沉的 那种生命的状态 好 这里已经把整个戏份做完了 下面当然有写出了 在当中的女子的 一个内在的情思 由外而泪 前面都是不懂声色的 我们只看到 一个景色扫描过去 对不对 没有人有动静 那上面都不能再从自己面前着力了 这一点 看出这个词 在情境的安排上是相当细致的 跟刚才那首不一样 刚才是 作家用很多的概念 疑问 带牵连后面的情怀 那下面就写 这个女孩子的心绪 当然也写出了 她伤村的底蕴 我们说词者就逐步推荐了 由于从外而泪 从远到近 从紧到近 慢慢逼出来 逼出她 说出她的心事是最好的方式 那是采取很好的一种步骤的 你看得出这一点 如果是东坡的话 她也蛮能够掌握到 词情的 抒情的特质的 好 下面我们 无人犬的时候 我们镜头就不要再看外面 转到里面去 直接关心一个女孩子好了 她什么呢 她云并蓬松 眉带浅 你看给你 在她那边 没醒来 然后呢 卷缩在床头的一个姿态 她就不晓得做什么了 好 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什么女孩子呢 云并蓬松 蓬松就是我们现在很蓬蓬的 松松的 没有树得很好的 凌凌乱乱的样子的 云并蓬松 如云之病 当然以前我们说云并 主要是黑头发长长 很轻易的一个 一个飘逸的状态 就是云并在头发了 而眉带浅 眼眉毛 以前是会涂一些 清黑色的一些 颜料在眼眉毛上面的 但这个女孩子 眉带浅 她也许一整天下来 这个妆已经淡了 对不对 妆淡了 残了 头发蓬松了 都不再料理 就是她把前面所谓 慵懒的形容 用她的身体的自貌 动作 把它具体的呈现出来 我们也看到这个女孩子 那 当然我们还要知道 她为什么会这样的 让自己眉带浅浅 不化身一点 然后头发那么蓬松 不料理一番呢 原来是总是愁眉 欲数谁消遣 这眼中她看到自己的 因为孤独无聊的消失 总是愁眉 一说她不愿意打开眼睛 到我走出庭院里面去看 因为每个东西都是 出动愁的一个媒体 媒介 看到蜜蜂蝴蝶花 或者蝉蜴都不对 因为她因为总是愁眉 都是引起愁在我身上的一个东西 所以她有得躲避她 总是愁眉 要怕触目惊心 怕耳中听到都会引起自己难过 所以一切都是带有 一个愁怨的 一个媒人一样的 它是使人不愉悦的一个东西 那自己呢 欲数谁消遣呢 纵然要找人说话 但是谁能够帮我排遣 谁能够帮我排遣 无人为伴 无人可倾诉 眼睛所看的 她认为都是愁眉 都是一个媒介 出使我愁怨的东西 因此呢 只能自闭起来 怕出动了自己的情怀 更受不了了 好了 如果能够有个 可以抒放的管道也不错 上面还进一步说了 连欲数 想说出来 但是谁愿意帮忙她 听她的话 让她可以排遣这些愁绪 愁的不断地产生 出境会伤情 但记得愁 越激越深 却无人了 去把她倾诉 奔卸出来 那越激就越深 难怪她会 不愿意再跟外面接触 完全地自闭起来 这点是蛮优深的 你看那种 一种两句之间的 一个跳脱 翻转之间 把那个深刻的 内在的情谊 就生动地写出来的 好了 她说 她眼看自己青春 就在孤独无聊 就度过了 虽然梳妆打扮 也不少都为了 所以她不把自己 装扮弄好 也不是没原因的 同样的是 女为越己者荣 女孩子也为自己 漂亮 现在有人喜欢看 她才愿意把自己 装扮得好 因为也真否定 没人去看我的话 我干脆就让自己 蓬松其法 然后梅袋都浅而不化身 当然就因为提不起劲 因为没人去观赏我 我就干脆让自己 过得邋邋邋邋的 因为找不到心爱的人 另外还担心了 外面没有事情是好事情 都是带有仇怨 让自己就 引出更多的仇恤 再找不到自己 喜欢的人 向她倾诉了 干脆就也 奉起嘴就自闭起来 因为她认为 无人帮她可以 排进了手续 但是她还是不死心 你干脆就认了 她就很纠结 所以上面一个段落很厉害的 她就起了很多的 一种拦截的地方 对不对 再来就是 卫性此前难戏半了 她说了 我就不相信 这个忧愁始终 就难以有个着落 后面说了 我不相信这种仇情 无法把它吸住 或者有这种情怀 把它好好去保有住 那为什么呢 你看看 阳化有有东风管 阳化是柳絮 柳絮就见不起来了 不管怎么样 柳絮还有把东风管得住 起码把它飘来飘去 它不像这些情媒的着落 应该有的 所以我应该还相信 这么个东西吧 不然的话 为什么春风还陪伴着柳絮 跟他来也带他去 对不对 跟他相依相伴 那我呢 为什么我的情头是 孤独忍受 我应该有个东西 可以留住这份情的 应该可以牢牢 把它抓住的 应该有个角落的 因为呢 连阳化都有东风去看管的 难道我的情 老天爷不眷顾我 不理我吗 应该不是 所以这个情就纠缠下去 如果他干脆任命了 无情可恕了 那就算了 对不对 就一了百了 偏偏还固执守着这份情 还相信这份情有个着落的 那种终身就被纠结住 这实际是写的一般的一个归院情怀 东坡采取的就是 不同的一个修处方式 而且呢 前面看起来也没什么 可能写到后面的时候呢 从外在的一种愁容 愁严 到自己的面对的态度 然后呢 对情的一种执着 执迷不悟的状态呢 这些就更深的忧愿出来的 我们其实简单举两手 当然东坡这个字真的不多 这个都说的编连词里 未编连词中 因为这很难编连 我们不知道什么手写的 那这个只能相信呢 他可能在某个场合啊 也许隔离要求啊 磨砺他们的心情 写出他们那种 伤春的一种情怀吧 文言也很多这样的一种 创作的一个机会的 那这两首字 我们其实举一反三了 看到东坡不是不能写 他也能够很具体的 很细微的 去揣摩女孩子的那种啊 那种怨情 可是呢 他就不常写就是了 所以说 他完全不极情呢 当然你看你的情怎么解释了 对不对 他也不是没有 当然三百多首词里面呢 这种词上的比例 真的也不多 是事实 可是东坡这个词 写出就是呢 词不止只有这种男女之情 更扩大到人情里面 各个范围 因此呢 你说他无情呢 东坡当然会看变了 他也自己 全世界的生命 是多情的 这回事 那下面的作品呢 大部分呢 我们都看过 我们只是在 跟他在整理一番 看东坡在这些词 在掏开我们之前的 编联的一个角度 再从整体旅行书写里面呢 看看他们之间的一个关联 然后再总和起来 会比较清楚的 比如下面呢 我们看呢 比如走言歌席上的 一种啊 离情 这是东坡词里面 会常用到的方式 我们之前一起交代嘛 这种歌词就写作啊 有他传播的 另外的一种 一种方式 不是啊 我们文人写作 男生阅读而已的 他会交给歌旅去唱 去表演 去传达 因此有些时候啊 在场合上 你不变自己言情 说出自己心思的地方呢 你会透过歌旅的声音 动作 代替你来 诉说那份离情 所以在早期啊 东坡在杭州 或者尤寒复密的过程中呢 他写了相当多 接力词 接力型的词了 之前我们都读过 他如何透过歌旅啊 做这样的一种表现 比如说呢 在江城寺里面 我们可以温故而知心 看看呢 他怎么样去传达 那 如果你说你不执情 不懂 不懂的话 你如何去走进 女孩子的内心世界 让他来替理啊 说出那份离愁呢 这里面应该是 他们的一个姿态 你充分掌握 才能够在书写上面呢 有这样的表现的 比如前面提案到了 他送给 成乡成树谷的时候 他有个女孩子 当然 采取了比较 更间接的方式了 完全不从自己的角度来写 那些时候啊 东坡用很多的 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离情 这是其中的一种 所以这里面 除了形容他的外在 而且走到 用女孩子的口吻 诉说出来的 我们配合前面那种 东坡魔力女孩子 这里也一样 他还是可以 如果你不管 他是送别的词吧 送别一个实际的陈述谷 他也是真的 也写出男女的一种 怨别的一种情怀出来 因为他很真实地 掌握到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张心比心 自己也游试了 那些歌女啊 如果对长官有奇的 何尝不会这样的表达吗 对不对 所以东坡也是呢 从外而类 慢慢一步一步的 推展到一份情怀出来的 先看出的外貌 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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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窃带 窃人看 你看我们说 这就好像一个剧本一样了 当一个歌女拿到这个歌词的时候 她的装扮已经有了 对不对 她的 她眉毛呢 是也黑黑的 然后呢 她就带着寒羞的脸 然后呢 派人看到 为什么 离情意义 不仅给别人看到她的伤心难过的面容 所以要眼霜晚 第二句就告诉她 动作来了 前面现在已经给你看到的面貌了 就故意 把它遮蔽起来 带着团团的一个白蚱绳 把它遮起来 你看 看得出有道具的一个帮助 前面还没有 这首呢 因为真的这个正常的场合 所以谁就拿到同样的工具来 帮助她来演出这场戏的 眼霜晚 而泪透淡 当她写到这个时候 当然就会磨叽到女孩子了 在离心意义之时 压抑不咬的情绪了 既然你看不到了 我就干脆躲在下面 就哭起来 因为这种词 当她歌女懂的时候 她也许真的太有情 她就当然有感而发 就会根据歌词 在做出这样的动作 同时流出她的眼泪 那声音就会很耿耿的 但是词不能这样写下去 就没完没了了 对不对 所以下面要她 且敬一尊 受累畅阳观 那这个场合里面 是喝酒的 当你且敬一尊的时候 女孩子拿起酒杯来了 对不对 姑且喝杯酒吧 你顺便拿起酒杯 也劝劝那些在座的贵宾 我们也来喝杯酒吧 对不对 劝敬更尽 一杯酒 吸出仰眶无故人 那动作也有一种 催化的作用 在面对离求的时候 我们不要落泪了 拿着酒杯来 也有一种 自我的书解 也劝我们离别的客人 同样做出一个 这样的动作 然后开始 女孩子唱 男生在听 一个阳光之曲 当然不许真的听阳光之曲 是一个离歌 可能就有去缺词了 对不对 唱一个离别的歌词 听听看 她上了什么吧 后面女孩子 直接 面对主人 再说话了 她说 曼道地层 天阳远 天意见 见军难 不要一直说 突然说 天远 地层跟天一样远 为什么呢 因为天容易看到 抬头看到 但地层 南京 就根本 我们的视线之外 想看都看不到 见军难 人家很清楚 就把有个对象的 透过女孩子 表达出东坡 对城乡的一种理解 但我自己说 出来我见军难 有点恶心 但如果女孩子说 合情合理 把那个情 深切地表达出来 这种词 我们是会呼应的 前面东坡 那种 完全不是一个 送别的场合 直接写出 女孩子的 春怨的酬情 她这样能够写出话 但这里 当然也印证出了 她的确有能力 能掌握到 女孩子的一种 身容 面貌 以及她的 表情的方式 非常的生动 看得出 你做到不及情 我们不及时 找 她纯粹写 男女相识 愿别 你纯粹找 这些词里面 一些少段落 就知道 东坡有这种 驾驭的能力技巧 这个是 不同的题材而已 但是这种表现 实际上 在这样的表现上 单独看起来 已经是 足够说服我们 东坡是 有能力去掌握 这样的一种课题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看看 当然后面的词 大部分我都看过 我细细说 一个简单的归纳 让你们统合起来 以前读过的 这些女性的书写 会扮演不同的角色 东坡为别人写作 为自己抒情 或者如何 最后写出 自己跟女孩子 同样的情怀 有她的一个 内在的机制 也有她的实用的 一个方面的 一个目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继续看 那下面 实际上这些词 绝大部分都有读过 但我们是把它 在一个 一并来 来重新再整理 那才了解到 东坡词 所以那么 那么有地位 那么动人 除了她 写出她自己的 豪放 轻旷的词片之外 她所 出了出来的 女性情貌 实际上是 很多样态的 但那个 不只是一个 客观的外在的 女性的书写 更多是 她自己心情的投影 你看得出了 她 不只我们说 景中有情 写喜欢什么景 会反映出 你怎么样的内在 你爱写 什么的女生 女生怎么样的 精神面貌 都有你自己的 一个 一个影像在的 所以 东坡当然也不例外 那 我这期 简单举起 几个例子 这作品 大家都熟悉了 我就不多说了 那下面的第三类 是讲到女子的 月音与清零之境 这里 这里就不纯然是 在歌舞 酒言上 然后对女孩子的 面容的描摹 而借她们来 诉说一份离仇 或者把它写出 归院的情怀而已 而是东坡喜欢的 这些在荣雁外貌之外 女孩子一种比较 有精神意境的一种表现 对她们的 透过音乐 传达出来的 一种高雅的一种意境 可能东坡欣赏的女生 如果她喜欢的话 不只是有了美丽的外貌而已 更重要的是 她们有一种不错的性灵 怎么呈现出来 她们可以透过音乐来表现 所以这一点 在别人的词里面 不是没有 咱们不想东坡那么突出 写得那么样的 带一种比较先幻化的特色 这一点是她的一个 看出东坡 一种在写着里面 如何融合这个东西 写出她积极的一种新技能 最有名的是江城子 我们前面开学的时候 她跟谈过一种 胡尚与张仙同父 她如何我们说 明末这个女孩子 是有若无之间 从刚开始填起 动不影展现一种不凡的 一种技能 你看一个老词人 一个有名的词人张仙 在西湖游舞 然后也要写出湖上的风景 然后带出一种 听到谈真的声音 如果把它串联起来 你看东坡是相当的灵活的 这连他的诗 在那个时候都没有 这样的表现 在何方贼的词里面 是东坡的刚开始的 维闻的庞世 那我们会重新的看一下 当然我不做 很细部的解释 我们就掌握了一个重点 她说了 凤凰山下雨出晴 水风晴晚霞鸣 一朵浮渠开过上盈盈 何处飞来双白鹿 如有一目平亭 护完江山弄哀针 苦寒情浅谁听 烟练云收 一月是相邻 遇待曲中询问曲 人不见素风晴 一种四游若无之间 你看他 很灵活的一个运作 所以我们后面读到 他水龙鸣那种 石花黄日飞花的表现 也不例外的 其实早期的词里 找出他写作的端倪 他如何从实景 然后推论出一个 好像琢磨不到的一个情境 他是用得非常灵活 他先从 比如说 凤凰山沙雨出晴 雨后放晴 这个氛围先铺垫好 但做的已经打定好了 我要写一个 有一种先幻化的 一种旅行的特质 因此在开篇的时候 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关联性 我们自己讲 东坡对词的掌握就是 它不是东一句西句 胡乱的凑一个句子 它了解到音乐的音色 必须要互相 零合成一个共同的节奏 然后传达出一份情怀出来 因此在每个部分 都有一种很绵密的关系 所以开篇可以看到什么 凤凰山沙 我们那个想到凤凰鱼飞 这个不是凡鸟 是仙上的鸟儿一样的 写到后面的一月十相邻 不是没原因的 从这里面有一种 仙幻化的感觉 一开篇就出来 但你说凤凰山是眼前 它一座山的名称而已 其实不是的 眼前有很多座山 但你怎么取其中一个 作为你的起篇的重点呢 当然会带出后面的情怀来 作者也可以告诉你 好像这个 你中央每一去的地方 看着凤凰山 你看到那个鸟飞翔的 一个异象 后面写着一种月音 回荡的天际的感觉 想不想凤凰飞翔的一种姿态呢 其实有它的关联 看得出东坡的构片里面的 一个比较利落的地方 如何去组合 好了 那时候就看到一个荷花 用花来形容人类是常有的 很多人妙的妙仔 好像是不自觉之间的 本来从西湖的景 带出了谈真的一个声音 事实上你可以不写出女孩子的 纯粹我的视觉看到湖上的一些美景 然后写出了听到真声而已 你根本不需要写出一个女孩子 对不对 但多么不是 那个女孩子很重要 此时要传达一种很优维的情思 有人在其中的话 会写的会更动人 更有精神 更有余韵 所以它就塑造一个 有女孩子的一个 在背后在操作 这样的一种感觉出来的 这是它又涉及 在这个题目上面 它有很精细的规划的地方 就想到了 怎么带出女孩子 它现在我们做一个聚焦处理 在湖上看到一朵符枝 一个荷花在那边 长得很漂亮 最后有了路斯跟他亲近 你看美的东西不寂寞的 路斯又一清方子 有种美美的月印 我们也不是听而已 还希望能够了解 谁在谈唱一样 实际上有它的 很多的一个关系的地方的 好 结果呢 白鹿飞下来 它白鹿什么 如有一幕飞庭 好像呢 有人有情义 还仰慕啊 这个如飞庭啊 女孩子美貌的一个荷花 那当我们知道 如有一幕飞庭的时候呢 我们脑海中就出现 花好像人一样 人的形貌模糊之中呢 仿佛从花的容貌中呢 就凸显出来了 那上面是 木飞庭嘛 你怎么叫飞庭 飞庭就使用女孩子的美貌 所以事实上 自始至终 没写就 后面的谈证是谁的 但是从花里面 磨了一个女孩子 形象出来的时候 下面接下去 合出 就有了 忽文将上 弄爱证 我们这个接得很明明的 原来声音呢 仿佛就是 花中的神一样的 一个如拼亭一样的美貌 声音呢 所传达出来的 就接得非常的一个 天衣无缝 是早期的作品 也写得那么样的 可见了 它的技巧就高明了 对不对 然后来写女孩子 如何 声音又会动人 单纯写了 月生 你会写 月生很动听啊 好像是出谷黄音一样就好了 偏偏不是 做起来 走到女孩子的内心去 它好像是 有个倾诉的对象的 所以才那么动人 我们好像被邀请进来 然后去仿佛 偶尔听到的月生 所以它就 因为它们动人 动听了 所以 后面就把它献旺化了 它说 不只我们在听啊 大地也在听着 而且看到什么 应恋云收 现在只能用我们的电影的画面 电影的手法才能拍得出来 但月音在弹奏的时候 天云变色了 对不对 应恋云收 多么正妙的 很少见到写音乐 写到呢 应恋的变色 如果应恋都在变幻 好像天地都在聆听的话 显然 这个会谈真的 都不是一般的女孩子 对不对 所以说 一月是相邻 仿佛就是相中的女神 你看 从凤凰带出后面的相中女神 从拼挺一个人 以为是实际的人的面貌 带出了 仿佛是一个女神出来 你看那个 串联出来 多么的一个灵动 这是多么一直喜欢的 也是在心中所追悟的 一种啊 很高的一种生命意境 能够超脱我们的凡俗 突破我们的物质界 都一个本根精神境界的一个东西 他和女孩子的原因都有这种 当然也是他自己夫子知道 他追求这些最好的一个意境 就这样 这首词啊 就很不寻常的地方 不是一个随便的跟人家去唱和 逢长作戏的作品 是像你透露出 你读懂这个词 你了解到后面的 他的永务词 或者是一些女性的词里面 为什么有这样的表现呢 他是有他的关联的 好了 最后呢 就写到了 我们以为是 一月实际仿佛是 是一个神仙一样的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 东坡也不知道 搞不清楚是人还是实仙 所以他后面留个关子了 遇待取终询问 你等到我了 月圣啊 停止之后 我去问问看 这是谁弹奏的 结果呢 人不见 素凤精 人不见了 找不到谁了 我们当时听了 不知道是神 是仙 还是鬼的研究了 对不对 但你看到呢 山呢 有了恢复到原来的 轻松的面貌 当然不是真的轻 因为这个时候 已经帮忙了 但这个是心中 投下出来 山就是这个月音的 洗涤之后 有一种很轻旷的 到一种更高的 精神意境的体会 山都明朗 亮起来的 那眼睛都亮起来 又听到那么美名的月音 这里面看得出 他对女性的一个掌握 当然 已经不是纯然的 一个女生的描写 是他心中的 包括女神 那种生命最高境界的 一种体会 用了一种 是真弱化的手法 把它表达出来 那这个当然 我们后面读到这些资料 知道 他能够写出 那种女性的形貌 有这个来历的 在早期的词里面 隐瞒下的这个基础 那你再看一首 比如说 在《彩山子》 我们也看过 但这个也没有那么 现万化 你就看得出了 东坡喜欢这种月音 这种女孩子 传出出来的 不只是她们的一个 美貌都好看而已 甚至她们 把她们的精神 用心投注在研究的时候 会把我们也洗涤 我们心中的繁愿 到一个更高亮的 清明的状态 人陶醉的其中多好 那上面一个词 比如说他写到 本来跟朋友 在多景楼中 刚开始这一段 是蛮悲伤的 写到多情 多感 人多病 多景楼中 尊久相逢 乐视回头 一笑空 人生 很多东西都不时机的 现在 有一个快乐的事情 转眼成空 不晓得人生 有多少欢乐 可以永恒不变的 那种质疑的时候 突然之间 她就罢了罢了 不要再抱怨了 就开始专心的 听音乐了 这音乐也是 女孩子弹得出来的 我们很少写词 看到女孩子的乐音 可以净化人的内心的 超脱的一种 苦 悲苦 老到一个 更清零的一个状态 她说 听背 且听琵琶语 刚才听真 这里听琵琶 我们的刚才 刚开始本来是 不宜有她的 只是说 不要再烦恼了 开始叫 姑且停下背来 听听女孩子的 琵琶弹奏 结果 当你停下来看 更重要的是 你不要老是 想到背的东西去 你开始专注的时候 人就忘忧了 下面 四年轻隆 我们想象了 这个词教给女孩子唱的时候 女孩子的动作 刚好真的弹到琵琶 那镜头开始聚焦在 女孩子弹琵琶的 手的姿态上面去 她如何出神入化 从低音滑到高音里面 如何变化 是脸轻隆 那人就被这种技法所吸引住了 就忘掉了 在身外的各种烦恼了 走了 完全投注在她的动作里面 然后被她的出神入化的指法 所吸引出的时候 那时也抬头看 醉脸春蓉 女孩子好像喝醉酒一样 她的脸蛋犯着一个红韵 又被她的美色也吸引住了 跟着月音 然后到了女孩子身上 她完全投注着音乐之中的一种表情 因此那时候 你的情怀就开始不一样了 看到了跟辽阔的天地 背后呢 背后就是什么 霞照张天一抹红 天影不是因云不散的 就是天的腕扎 映在天空上面 那个天上的白里透红的颜色 如同女孩的脸蛋一样 相映成去 混为一体了 整个人就陶醉在这个美景之中 那之前呢 热烧回头一笑空 那种感觉已经完全没有了 听音乐可以乐以忘忧的 这个境界 有多厉害 一个女孩子 如何透过他专注的乐音 那么动听的一个弹奏的技巧 可以把人完全吸引住 让人在这个刹那之间 就忘掉他自己心中的凡愿 东坡就这种东西 他能欣赏这个写难的 东坡当然也许起末 能够从悲伤之中 能够超脱出来 到这样的一个更高远的一境去 所以在这里面女生的音乐所呈受出来 而且女生的神情 事实上也是他心中的某一个部分 这时候还没有用更清楚的方式表达出来 可这样的一种陶醉的方式 对他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在早期的词里面 这都是在杭州 以及在那个时候所写的作品 但之后就不一样了 东坡就能够融合在女孩子的世界里面去 写出女孩子的优越 原来跟男生没有什么两样的 后面我们之前看过他的永务词 对不对 在水龙银里面充分表达这一点 他能够把柳树跟柳叶的男女之情都写出来 为什么 所以写出来不是只身是外的 之前我们看到东坡刚才谈到的 写女孩子的贵怨情怀 他就是要作为一个第三者 然后观察女孩子写出她的酬情 人是在外面 没办法张心比心融合在里面 但这首水龙银呢 他是写柳树 柳树是跟男女有关的 我们以为他也是要站在外面里面来写 写出了柳树跟柳叶之间的关系 好像男女那种缠绵永远的情怀 但他写到后面的时候 他加了一段 那个段就很重要了 不很此话非净 那就不是别人了 不是时生是外的人 自己也在其中的 当你慢慢写进女孩子情怀里面去的时候 你发现你不是局外人 你也是当中的一体 而且在一个时间的大的一个范畴内 我们都逃离不了时间的推移 人跟物都是一样的 这里就写得更优先 结果写到水龙银的时候 水龙银引试到黄州初期的作品 对不对 他就真的能体会到原来这些女孩子 这些花草树木跟人之间有它密切的关联性 我们都是天地的一体 这里面人就写进去了 不是我们去描写一个女孩子而已 所以有些人就不懂了 东坡不激情 因为他不写男女激情 问题是他的生命即使男生 也是女生共同有的 你知道吗 他是能够融合在这一点 我们只从表面里面分辨他的有无得事 但是根本是只能得其茂 不能得其神的 东坡确实能走进去 走到一个核心的精神 所以为什么到最后写到呢 实际上来不是洋花点点是人类 因为人不是洋花本身 那个泪不是洋花自己落泪 人也会落泪 万事都会因为这样的生命消失而赶上 天地有情都会犯着泪痕 能面对这一切的 泪也是多年来的累积的经验 各种生离死别 他也不是置身事外的 男女的那种课题 当然人家都会写的 但你不是说去描绘一个客观的故事而已 你实际上也在 比如东坡后来所说的 无所谓的离不离不离 因为我义是行人 对不对 人人都在 人生如逆旅 我义是行人 每个人都有一种共感的 这里写到这里的时候 东坡已经把女生的生命 跟自己合为一体去体会了 所以才有后面种种的作品出来 这点中间有一首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的 洞仙歌 就很重要 他回忆了他的前程往事 对不对 想到一个花蕊夫人 这个对他年少的时候来说 是很其他的一场经验 你想想一个小朋友七岁 听到一个九十多岁的老狸姑 诉说了前朝往事 然后你从没离开你的家乡 你憧憬 没有电视 没有其他的连环图给你看到 无法去想象吧 这个宫殿是怎么样的辽阔 这个夫人是多美丽 所以在老海里面当那个老狸姑在说这样的故事的时候 你老海好像把他形成一个仙人一样的 你根本无法接触到这样的女性 而且名号的花蕊夫人 你只能从花仙子就想象他吧 好了 这个仿在心中不为意了 没想到四十年后 四十七岁东坡来到黄州 突然之间的想起这个故事来 我这个故事不是因为这个故事有它 有它比较传奇的一个特色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动不得心境 为什么这个故事一直跟他的血脉相连那么久 视而不察 而且突然之间不思量自然亡 就会重新复现起来 当然这也跟他当下的情境有关的 时间不断的过去 人也老去了 我们回忆往事 事实上很想退回到以前曾经有过的美好 因为暗山莲华的衰退 那时候所诠释的一个花蕊夫人 已经不是原本的面貌 而是用现在的心情而加以解释 使他现在心境的投射 就是塑造这个女生出来 所以当他二号不说了 你只记得两句 冰激玉谷子清凉武汉 从这一年开始 东坡就很喜欢把女性的塑造为 这样的特质 甚至也把这个移转到 他最好的花的形容一样 花差点没花 也用到这个冰激玉谷的同样的意象 成为他心中的 真的唯一的女神的形貌 为什么我们一直看很多 东坡我们会归纳起来的 东坡自从徐州以来 他对政治有点厌恶 而且越来越迁移更远的地方去 我们看到一个情形就是 东坡很喜欢写他 爱走干净的路 记住 自害湖边杀戮免离行 然后一直写到黄州的时候 他也写到晚七杀的时候 他中间杀戮尽无泥 它是一个无泥干净的路 他一直有自己 要坚守的这个立场 绝不要混在 安葬的道路之中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我们说了文人就这样了 当你在士大夫的旅途中 造成了更多的磨难之后 你真的不想 不想的同流合物 最后就 最后就回到自己内心的 最清零的内在世界 人就开始 这个旅行意象就出来了 它是相互相成的 当你行为上里面 有一种慢慢的 心灵的洁癖的时候 你所憧憬的旅行 绝对是一个处理 如先言一样的 由东坡所形容 兵器玉骨的一种特质 这时不使外人 是他自己内在的投射 他心中用输着的意向 来坚定自己生命意志 不愿意让自己堕落 那种方式 当然这是苦心故意的 一种做法 让自己守住这一点 当然我们从中国文学里面 一直都发现了 这个意向出来的 比如说从屈原开始 写相朝美人 一直在桃渊明 写贤情妇 输到一个女性 很多的美人篇 家人篇 都有这样的特色 东坡也不例外 尤其因为 子本来的女性的特质 他就很容易会联想到 这边来的 所以当他想到 这两句 我相信 兵器玉骨子 清凉武汉 绝不是当年梦场 词中的句子 这个已经经过 四十年后 东坡自己改造过来的 不断不断地成长以后 他越想越想 应该是这样 就想到难而了 因为这个句子 这种长短句 在梦场的时候 应该不止于产生的 所以这个是他 一直坚定就是我们这样 因为我们有时候 跟人争辩 我们在少少时的时候 是怎么进行 有时候我们觉得怀疑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的 我们自己不断地改变 创造我们的过去 然后为符合 我们现在也心中所期待 东坡何尝不是 因为有了这两句 所以东坡就顺利承担 他觉得这个词 可以重新谱写的 就好像是可以用 动仙歌的词牌来填 他唱一唱 也很合复 兵器玉骨子 清凉武汉 跟着音符相配 他所认为 真的是动仙歌 可以把它剖写 当然你可以说 以前梦场的 那时候还没有 这首动仙歌 动仙歌是现在 东坡听起来 很类似的一个乐音 因为符合 他现在的一种要求 而写出来 更重要是 词牌名 就是动仙歌 动中的神仙 守在动中的仙女 就很符合 花蕊蜂蜂蜂蜂 那幅仙歌不是原来的 是动默他自己的那种 所投影出来的美女的姓貌 所以他就好像 揩在前动之中的 好像不会老去的 所以现在就回到 一个同一个话题了 写到最后的时候 其实动默一直关心 就跟我们称动默的词一样 这是一个 时间的焦虑的问题 绝对不能得过去 谁能够守住时间呢 也许这个动中之先 那个话语妇人就能够做得到了 为什么呢 你看在我的回忆以来 她永远是那么年轻的 她永远是我心中的女生 她从没有老去过 现在我回忆起来都是一样 所以她的这样子把自己就套进去了 所以东坚哥就这样读的话 你更知道东坡一直关心 就是时间课题 难怪她说的一个女孩子 怎么形容她都美了 但最后说女孩子在这个词里面 原来的词没有这个内容的 是东坡自己编造出来的 女孩子正在乘凉 她不怕热的却是乘凉 但是也知道了 后面都是她关心的问题 问了当啊 试问夜如何 夜以三根 金波弹 玉神第一转 你看她只关心时间 问了今天聊多晚了 三根之时 我们一直强调 东坡很喜欢设计时间在三根的时候 这是一天先过去了 后面一天再来的一个 一个转变的一个时间 然后不止这个 还关心什么呢 她说但屈指西风几时来 又不到榴莲暗中透欢 其实这个时 她一直是东坡关心的时间课题 她就把它融合在 花蕊夫人的故事情节里面 她就逃离不离了 她一个仙人样都不老的 但她还是担心了 不晓得西风秋天了 什么时候来呢 她价值一算 可能算出时间了 东坡最后是 当然不是 花蕊夫人自己自觉 是东坡帮她解释的 走在她在算时间的过程中 有不到榴莲暗中 她是不自觉的 时间走在她算时间的过程中 就不断从她的指缝中 如流水一般的慢慢的溜走 时间是抓都抓不住的 所以东坡才知道 一个洞仙哥的女孩子 也不是永远都年轻 她也受到时间的限制的 谁能够走到时间 连仙人都这种忧虑的 任何方式我们的凡人呢 这些时候东坡写 履行的书写 已经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前面的那两者 有些平常的词人 也许达得到 比如说体会到女孩子的心情 写出他们的怨情 或者透过女孩子的 谈琵琶的真声 来写出他们的一种美感 都可以 但写到这里的话 这词人并不太多 东坡确实 第一个 把词提升到 这样的一个高层次 女生不是外在之人 而且她自己内心的自己 而且她输得出来 不是一个凡人的姿态 是一个仙人 但中文是仙人 也无法逃离时间的这个因素 那人生能够到哪里去 这是她一直关心的课题 这样我们就回答起来 这样的你读她的词 就有另外的不同的体会 那后面谈到 比如说永巫里面 我们前面也帮大家再整理一下 对不对 核心囊里面永留花 开始了 永巫是人人都写的 当然我们说了 前面谈到 在写江城子 写西湖 看到了一朵浮菊 开阔上一年 就隐身都割离出来 也是人跟物先分开一下 写之后就合为一体的 那在核心囊的时候 她更清楚了 我们以为她就是分开来写 就这样而已 写到一个女孩子 本来很年轻了 然后去乘凉 然后就入梦了 没想到有所期盼 就没想到 是风吹阻止把她叫醒过来 我们只看到一个 很年轻的女孩子住在华丽的房子里面 却是很孤独的 那这个是一般来说都有的课题 中央有很好的物质生活 但女孩子的心灵是空虚的 我们只到这个层次 写到上面的时候 一般词所关键的都是一个课题 但后面带出一个时间的因素来的 为什么 做起来 写出花朵 用花来衬托女孩子的共同的生命感 花朵有她的一个花旗的 从夏天开花 秋天蕴落 对不对 所以做起最后结合了 两个共同点在哪里 因为他们 她来是半军幽毒 这个花石 等到其她的春花开完之后 它现在盛放了 但是呢 她是等待你来跟她在一起 共感这种 幽渺的 忧伤寂寞的感觉 幽毒就是她的一个课题 我们反过来讲 这个不使这个女孩子 跟花共同的宿命吧 共同的感受吧 朱东坡作为一个词人 何尝没有真的很深层的 幽毒之感呢 中央东坡很爱交朋友 很在乎就很情 但都会知道 这个情 中央很真实 但人啊 毕竟会过去 他先后经历了 他的爸爸妈妈 他的太太的去世 他老师的去世 朋友的离散等等 所以这个幽毒情怀 一直营耀着 东坡的心中的 比如说 东坡如同一个 旷野中的一个 孤独的灵魂 他发现 中央很爱朋友 他明明知道 有些时候真的是一种 很努力去 去拥有一份友情 希望能够掌握着他 明明知道 他终究成空 这也是一种 很深层的寂寞的 你从这里体会的话 东坡写着一个花的幽毒 也写着女孩子的幽毒 因为东坡本来就是一个幽毒的人 这也是三位一体的 只能够写着花情 物态 也写着女孩子的幽情 也写着自己的投影 人物我都是一体的 所以东坡的词情 实际上呢 我们说的一种不及情 你不能只能表面的 会不会写男女 实际上你写到最深的地方 原来男女物事都是一体的 你怎么说呢 都是一种绝对的幽毒的情怀 那下面呢 就回到时间了 好 这个花就是跟你一样呢 皱皱的生长着 最后呢就等着凋零 担心秋天的到来 等到你看他的时候 他说了 花钱对酒 不忍住 公分泪 两素素 又这些就泪 跟前面的水龙吟写 是看来不是洋花 点点时间点泪 也是个泪做结尾 我们不要忘记 东坡写泪 先是从送别子开始 对不对 写着离别的泪痕 后来思乡 有家归不得的无赖 也落泪 再来是写他太太去世 三国无言 唯有泪千行 你把这些泪贯穿起来 都是他的共同特性 人类总要对情的想执着 所以就发现了 你没办法留得住 那种悲哀 那种悲哀是人类的 共同的一种悲感 不是一个单一的对象而已 翻番话来各种的题材 因为离别无法再挽留着离 感觉有些事物就这样的 瞬速变化了 不少何于人见 所以流出泪来 要有种真的不舍 留不住 这种岁月的这种无赖 家伤也一样的 但你离开之后 你回不去了 你能不落泪吗 还有人死后 能不落泪 所以生离死别 跟故乡这些都是一体的 花对花的珍惜 女孩子跟她的共同的宿命 都是一样 所以总括而言 东坡的一种词里面 一种共同的悲剧感 就可以用在泪里面 去象征了 里面充满一种内痕的 一种很忧生的 一种寂寞 必处的一种悲情 这也一样的 共悲力量 所以我们读者读的时候 你不以为 东坡只写一个物是人情 然后再以歌用而已 共输出了不是花跟女孩子 而包括读者本身 难道你不要共同 都有这种感受 和同时读完之后 有一种必然的一种感受吗 所以到底带出一种呢 所以我们说的词要写的不是一个个人的独自体会的一种心情 那词我们说的它有它的普遍性的意义的 词使用抒情 有向人倾诉 又说的是人间的普遍情怀 因此中坡作者写的是永悟的词 写女孩子的词 事实上都要告诉我们 这种经验都是人类所普遍共有的 我们也不能置身事外 如果你是个多情人 读了词 能不一句同情之类 还共同有这种感受吗 这就是它的渲染的效果 所以我们看东坡的一个旅行书 不是个单一的 它写永悟 写所有的事都有它的关联性 所以不能从表面里面 看有没有女孩子的形貌出来 来论定 因为本身是男是女 是人是物 都是一样 有它的共同的特色 就归结在这个点上 那这样的一种体会 下面的首当然也是一样的 我们也会回到这想想看 东坡写西章叶永眉 这已经到它晚年了 人都肯定的生命 那中国人写花 很喜欢用花来代表 一种生命的一种情调的象征 有些人受养到如同桃源民 菊花同样的共同生命 你应该是蛮欣慰的 我也不放不让给古人了 东坡之前很少写到 梅花只是一个陪衬而已 之前也赞美个别人 赞美油炉 像是油带领梅香 但来到这里的时候 东坡已经不只是在 永眉而已 其实它真正的自我感受 人要秉持着 梅花的这种精神特性 屹立在天地形容 才一种很高原的姿貌 这个时候也是把美人花跟自己 也合为一体的 塑造就这样的形貌出来 很坚定的自己的生命的意志 所以它没有 接着我来就写到这种 玉谷拿筹帐木 编之见有先锋 如果你不忘记 走起从前面来的 冰激玉谷是 它形容花蕊夫人的 这里写的梅花 也一样同样的一个姿质 它们是有了先人的一种特质 难怪它们不怕 人间的那种乌烟瘴气 还屹立不到了 但东坡也有点 夫子之道 对不对 我们讲过比较过 李白跟东坡 它们都有这种 先而人 人而心的特性 它们也有种自负才华 但这种让它们能够 免于忧患 免于被弄脏 它的生命姿态的重要的凭借 因为它们自负 它们就来自先界 不甘于跟繁流一样 自然有这自我坚定的东西 来抵挡住外在的诱惑 还有一种病毒的侵扰 东坡写那个梅花西藏 也是一种自己投资 而且不要忘记 东坡写那个字 正是就非常被贬到 惠州的时候 来到广东了 它只能这样来证明 自己的一种 一种坚定的意志 当然上面一个倒挂子 无非自己要衬托出 这样的生命 真的来自先人的 德不顾必有灵 先人也不要 辜负你 也会把他聊 陪伴你身边 跟你相依相欺的 这个时候你回到前面 前面的花蕊夫人 跟这些字 情调是有她的 一个伤痛的地方 从那个时候写 这些歌用这个花蕊夫人 投资 在这里的时候 已经更深层的 自我的比喻的方式了 所以下面的行动的花 天生丽质 不需要别的陪衬 树面长鲜粉末 白白静静将来 何须要其他脂粉 我们不要忘记 东北后来 从海南岛回来 他不是写这个词 我们已经引用过吗 云山月明 谁点罪 天涌海色 本成青 月光本来就这样明亮 何必要云来陪衬 才显出它的美丽 那个花 只要是白静就够了 何必要其他的脂粉 来陪衬 一个人 做得堂堂正正的 不需要因为 他被贬罐 或者得到高位 来称道出 他的好坏德式 东北就是不在乎这个 已经用自己的生命 证明这一点 所以这首 写这种花 写出这种女孩子 就是她的生命的头饰 清清楚楚的 所以这首 已经刚才说了 已经不是人与物分开了 已经是完全一体了 它天生就这样了 所以上面就问了 高清以足小云空 不如梨花同梦 梨花是繁花 牧春三月的花 然后代表牧春三月 女孩子爱上自己花 有梨花 自己赶上莲花老去 但是这种太比赎了 他说了 我的高远的情怀 不能够跟梨花 同入一梦 相提并论的 只能跟天上的云 才能够相提并论 而且这个云是早上的云 而且不是云的 又抓住云的痕迹也不对 应该是云散灭之后的 那种状态 它是来自仙界 所以他的清神 只能跟天上的云 云散后的姿态相比 可见东坡对自己的生命的肯定 这回到我们前面了 刚才说了 东坡写这个女孩子 遇到取重询问曲 人不见 树凤情 那如果你又问 他的东坡的高情在何处 他是小云空 以为啥多了 最后就空门一片 事实有不适的状态 东坡喜欢这样的一种意境 超越这一切的 不使用一种物件 能够形容的那种 高远的 缥缈的 那种最高的意境 这用的同样的一个形容 所以这些我们从东坡 我们刚才是先从 他形而下的 他能写男女 印证 东坡也不是不能写这个东西 东坡也写得蛮不错 不过 壮腹不为也 不都写 可是东坡开出 另外一个女性书写的方式了 从 实际的女孩子的一个音乐 弹奏 来 去仰慕她们的精神意境 一直写到她自己 跟女孩子生命的 同样的一个质感 对于一种捷径的坚持 就写花 写人 写自己 实际上都是一体 这个是东坡书写文学里面 我觉得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不自觉 就把前面的永物词 跟现在的女性书写 整合为一体 如果你回到东坡的话 东坡也不那么难懂了 它的直觉关心的课题 就是时间 如何在时间的变动中 找出一个不变的 内在的精神 也许她的梅花的精神 冰激欲骨的形容 就是一种 可以 总和这些经验的共通点 在时间的变化中 这种坚持是不能够改异的 但是我们就 帮她梳理一下 从我们人真有别 岁月飘忽 一直动播关心的时间课题 一直到她 写了很多的题材 题材可以这样的分类 但是我们阅读文学 最后又找到 一个规节点的 就是人 关心些什么 在乎些什么 透过文学 中有不同题材的投射 事实上都是回答 一个最终极的问题 人是什么 人要 人要如何安顿你的心灵 所以这一点 在某个面上来讲 文学的一种研究探索 跟物理学没什么分别 在繁杂的现象中 你说找这个定理的掌握一个变迁的 变动的世界 文学也一样的 就回到一个人心 人的安顿在哪里 东坡德尔就写出 此心安处是无相 回到内心的归宿 才是能够免于时间忧虑最好的方式 安静如此 人就是会获得一种自由的体会 所以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字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规结点 所以以前我们读中国诗子里面 就很简单 李白的诗出来 然后我们的姐弟告诉你 那个是编赛诗 这个是永务诗 我们的背的背背的脸 但是文学问了 同样的文人 也许在不同的场合 写出这样的编赛诗 归院诗 永务诗 可是还是同样的新的 难道他没有他的关联性吗 文学不能只是分门别类 认识很多的这样的知识为止的 应该就是那么分杂的题材里面 然后追溯它的光源的出处 不能想看它折射出来的光吗 我们比它弄到哇 头昏脑胀 觉得好光彩的 但是它的光的源头 就是一点而已 如果从那个浮射出来的光线 然后追溯到那个原点 那是很重要的 人也一样的 比如说你读了东坡词 也读了别的词 读了很多作品 你问你为什么喜欢它的词 它有没有共通点 那是什么 你能够回答的 你看得出你关心的课题 也许跟东坡也有相通的地方 不然的话我们的文学阅读 只能不断地研究剖析 越来越纷杂 我们只能献上去里面 就一直被迷惑了 所以我们完全问的 比如说中国文学家里面 从唐代开始 为什么那么多的写离愁的诗篇 那么多的写乡愁 写永物 永的是永花 写物的话很多写月亮 那如果你归正到底的话 这些意象往往都带动阴性的特质 是一种阴有的美 我们爱的是月光 爱的是花 喜欢写着女孩子的情怀 你从某个地方来说 他们不是有他的关联性吗 为什么在一个 有这个士大夫虚拟的时候 有写出那么多的诗篇 可见人无法迎上光明的时候 人开始退上黑暗 然后回到自己内在的世界 在心理学上 好像回到自己的子宫世界 寻找一种安顿一样 无法去面对时间流变 东部的文学给我们另外特色的是 它不止于此 它要走出来 走出阴霾 最后也无风雨也无情 就这样走出去 这些是看得出了一种 勇敢面对生命的方式 所以我们看到勇物 或者写女性的话 都是比较退缩的写法 但多么不止这个 我们还看到了 另外一类的 勇敢面对风雨 走出一个晴阳的世界的一种方式 就肯定生命的正常的意义 对不对 多么也有另外的表达 这个就是很多词人没到的境界 所以多么自告说我们 不是封闭这个房间里面 写一种优怨的女性 多么当然不能 永远把女性写着一种 像花间词里面的一种伤尊背着的境外 因为它要把门打开 要走出去 走出去 你面对一个未知的未来 可能会恐惧 但不走出去 你永远的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担心害怕 焦虑不安 所以我们看到东坡有另外一种 当然先前我们顺着他的生涯里面 看到就是他如何从风雨中走来 风雨中走出去 最后会获得一种满平方的 一种更扩大的生命意境 其实都是一体的 我中央把它分离了 好像变连词是一种面貌 我们顺着他的生涯变化 如何从仇闷幽怨到轻旷的生命意境 会看得出他的轨迹 但这种词也是一个他的核心的精神 不管是永务的或者一些旅行的 两个要合并来看 都不是意识到的 但是不能永远都在泪之中去生活吧 也要从受干眼泪继续往前去 那这时我带大家看到重新整理的 那另外一种我再补充了 回到更切实一点了 生离死别的一个体悟 当然回到东坡了 妻妾三人好了 有些词我们可以再补充一下 体会也许会有些些微的不同 那等于在收集过后 我们就带大家看几首这样的作品 在补回我们 他现实人生里面的情感真的安顿 不是在想象的 真的是现实人生 跟太太 妻妾这种所奠定出来的 跟真实的情爱 一般的文人写词 都是要写出女孩子 某女生 没有自己的现实人生的 所以都是虚空的 东坡不是 他很踏实 有这种体会 回到人间 好好善对你的太太 你的妻妾 也有不同的生命成就 我们会看到这个部分 等一下我们再 补充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做个结束 好不好 先收写一下 东坡的一个旅行书写 但我们刚才讲的男女相似 愿别就是值得一个常见的题目 但未必是诗人本身的实际的生活经验 而且它是模拟女生的一些写法 再来东坡写出一种美人意象 代表内心的某个世界 但这些都是比较虚构出来的 一个意象 跟现实人生 也未必有那么大的关联 但东坡词可怪之初 就是他不宁于在词中 表达出他真正的实际生命感受 那这里当然落实就是 与实际的人的关联 所以我们看东坡词 以前的词很难编练 像刘勇或者华坚词 因为他们就是一种 大家共有的一种 在方寺歌楼祭院的一个共同题目 看不出 这实际他与人的一个对待关系 但东坡不是 他的词很写实 比如写出他跟朋友之间的一种离别 跟老师的一个悼念 然后对于跟朋友之间的一种 某种关系等等 更不要说了 他跟自己的亲人的关系 这在中国文学里面 有关于写到兄弟还比较多 但写到妻妾就很少 因为有些时候不宁啊 也不便于表达 有点太近的距离了 写起来也不是那么样的 被人接受 等东坡词我们发现呢 这个现象是不一样的 这是看得出东坡的一个 我一文写作的一种态度的 文学当然一方面会输造一个虚构的世界 但东坡更重要的是 透过文学来语言沟通 建立更祥和的人际关系 这如同他面对生命的一种方式 我们看到东坡打造一个雪塘 我们就不要忘记了这个雪塘 为什么叫雪塘 因为它是11月年底所打造出来 冬天的时候 然后他也顺便把墙壁涂成了白色 如雪斑 他就在那边工作 读书 餐餐 喝酒 与朋友会谈等等 只说他在黄州 难得有一块这样的地方 让自己躲起来 活在他自己的内心世界 好 里面外呢 他就因为雪塘 已经刚才我们说了 他输的女生是什么 冰激玉谷 他喜欢的花是梅花 这都是他的同质感的 他希望到最 过着一种心灵比较干净的 一个世界 把自己塑造成这样的一种 生命意境 所以雪塘有它的象征意思的 但是我们从东坡的文学 就发现了 雪塘当然在里面 有很多的体会 参禅 念佛 然后去参透 庄子的道理 都在这边完成了 很多重要的文学创作 但不管多晚多累 东坡都有从雪塘回家 林高廷使他的太太 他的儿子生活的地方 他作为一个父亲 一个丈夫 他不得不回去 他也甘于如此 辛劳的往返 所以多么的人生就这样 有些人永远就 抛开这一切了 躲在这里面 过这种生活 但他们不能的 这其他的心灵世界 但他不能忘掉 他的人间事 他一定要回去 但最后如果把雪塘 跟林高勇为 其他的生命课题 这东西如何 不是外在的 其实是内在 其实东坡未来 离开黄州以后 他走的路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线索去探讨这个 比如说东坡来到 前面我们读到 他的首 《游梦令》 他在做梦吗 不是 如果梦与真实的结合 我们在游梦里面 看到东坡了 一方面他已经意识到 然后回到朝廷去了 重新作为我的苏事 秉持我从幼年时候的 一份报复 然后在朝廷 重新的出来做事了 我也是苏事 没愧对我的父母 做了汉林大学事 可是发现 原来来到朝廷 跟司马光 以及他与党 那么样的不能合作 然后诚意 也很多的意见 觉得自己很疲累 但也不能退避 那时候他就呼唤了 一个内在内在自我 我们看他的《游梦令》写 居士居士 莫忘小桥流水 东坡东坡等等 对不对 他就是希望 把这个呼唤起来 莫忘初衷 他怎么来的 就要把这个东坡 跟现在现在 玉堂汉林院的自己 要融为一体 把本来是梦中的世界 跟现实就混为一体 东坡往后 我们看到这种 很真实的地方 所以一个 我们说他写美人 写花 已经不是外在 仰慕的东西 事实上已经跟他的生命 合在一起 后来就每一话 来象征那种 生命的姿态 他从犹如上 看得出来的 他自己何尝不是 等到他来到惠州 他果然就写到 刚才这种西江乐 对不对 所以东坡的现实性 并不妨碍 他的理想的存在 不能说人没有 有的梦想 就不现实 不是 他可以融为一体 是生命共同会 焦集在一生的地方 所以我们上面看到 东坡的情词里面 有很多很真实的 写出情感方面的词 这些我们过去的词言 不许词言 连诗言都很少写到 妻妾之间的 很真实的情怀 这是以前我的东坡词 很少讲的部分 今天就可以跟大家 稍稍提到这个部分 那我讲一后面谈到了 不思量自然王 东坡与妻妾之情 当然东坡在词里面 写的并不是很多 可是都可以 只是体会到 这份很真挚的情感 他愿意表达出来 不逆于去分享这份 这份喜悦 当然也有种悲伤 也必然有的 那我们对东坡的故事 都很熟悉 他有重要的妻妾三人 刚好三个都姓王 先是王福 再来是王润芝 后来的妾是昭云 王昭云 那我的讲义里面 也只是告诉他们 什么时候来东坡的家里面 如何他们娶为他的太太 他们的经历些什么 各个女性都在生命里 办一个不同的角色 都有一个前后关系的 你不过说东坡很难情 很多情 你同时拥有那么多爱 而且不是 他是一步一步来 当前妻去了 他就娶了他的谈妹 那没办法 那个时候 现在有个幼子 没人照料 那就不能够不认娶一个太太 来照顾这个小孩 刚好王润芝很称职 事如己处 东坡很感激的 王福留下的这个小孩 没有时候第二个太太 还把他照顾得那么好 刚好两个人有不同的角色 王润芝 王胡是比较灵性的 跟东坡心灵很好的沟通 成为他的心灵的朋友 对他的很多的帮助 他去世之后 娶了王润芝 王润芝是一个很会料理家务 很务实的太太 所以事实上第二个太太跟东坡的关系更深切 因为陪伴东坡经历过他对悲惨的岁月 见证东坡的起伏变化 从他一嫁给东坡 好 回到清晨 最后调到杭州 密州 被变黄州 然后回到清晨不久他的去世了 没办法承受很多的荣华 当然他预先已经安排好了 他不在的时候 之前已经有东坡拿朝元为妾 他觉得他很信任这个小女生 小女生刚好呢 这两个方面都会跟东坡相亲 有些心灵上面 两个对佛家的佛学的一个体验是很深的 所以东坡 我们后面也谈到 他后来是有十年之后 他去世之后 有紫游 当他把他的遗骸跟东坡埋在同一个坟墓里面 东坡当时写十年生十年蛮忙 不是无处话机量 想到太太孤坟的远处 想到他爸爸妈妈同在一穴 洗完多年以后跟太太在一起 他没想到这个事与愿违 当时东坡他的弟弟也无法去照顾这些人 又要把东坡的遗体移回家上去 那是很麻烦的事情 也没那么多的能力 人也老了 所以只能在他家的附近埋葬 现在跟他同学的就是第二个太太王任志 但赵云是无赖的 是陪到东坡去到惠州的时候去世 东坡只能就地把他埋葬 那这个是有很多故事的 但个人呢 我在这里部署他们生平故事的 因为赵云就是一个东坡很疼惜的一个小女生 他也很懂东坡 成为他晚年了很重要的一个伴侣 他对他是相当的吉祥 觉得他很聪慧 可是呢 因为喪止之痛 使得他真的痛不欲生 东坡只能劝他读佛经 来慢慢稍稍舒缓他的心情 我们知道父子的关系 那个母子的关系 的确在当时来说 母亲丧子是很很爱上的 我们没想到这些事情 可是看得出了 东坡是家中的长子 事实上他并不是长子 他之前有两个姐姐 一个哥哥都先后去世了 你想想到他的妈妈 陈夫人 陈太夫人 是多么的难过 有的东坡真的是 一方面也怕 也很高兴的 当然也怕他长不大 就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三年后还剩这个 苏子由这个小孩出来 两兄弟的当然就 一定要很 要努力全心的 就保护这个家 东坡当然也继续到 他的生命的责任 那上面呢 我们就简单的 在词中里面看看的 东坡如何去书写 这个部分 这些妻妾这样的情 有些很淡淡的 没有什么情味 可是很深刻的 之前我们读过一首词 叫少年游 在课本里面 有谈到过的 他在运州做 有待人寄约 我们看看东坡当时的情景 东坡当时是来到杭州 在那年的冬天 实际上身体不是很舒服 但是也奉命到外面的巡视 周军 东坡一直以来 不管到哪里去 他都有跟 家人跟着他一起 除了前面出来考试之外 后来一出来 敌人做官去奉赏 他就带着王夫人 王府一起去 等到王府去时 王愿之 不管多辛苦 东坡一定要把家眷都带在身边 这是他的 很重视家庭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意义 那我们可想知道 这一次他要离开家 冬天出去巡视外面的周军 是有很长的时间 等到春末才能回来 过年也不在家了 他甚至那天也不在家了 想想看 他是一个爱家的人 他会怎么心情 但当时东坡对此这种问题 也并不是很熟悉 过去的 从杜甫开始 也很少直接会写到 家人 尤其太太的勇敢说 所以这首词就很有意思了 东坡是少年游 愿州座 带人寄远 我上面跟大家解释 这首词 你说他带人寄远 带谁呢 当然这种是人的 离别共有的经验 对不对 尤其写到杭州 他说 去年相送 于哈门外 飞雪似洋花 今年春庆 洋花似雪 犹不见还家 对酒 卷连妖明月 风露透窗沙 掐此横额 连双雁 分明叫 画梁下 都蛮能够将心比心的 他是一个离家的人 当然体虚 在一家守护 在一家守候 人的心情 但这个是文人 当然都有这样的 书写的一个惯例的 但是我们如果说 这个东坡是直接 杭州座的话 那个带人寄远 应该不是 泛泛去拜带别人 说话 应该是他切身的感受 如果我们 应该是推测吧 有理由可以相信 他所带的不是别人 可能就是他的太太 认知 但文人就是这个时候 不变了 也不想 在此里面 直接说出 哎呀 家人失联 失联我的申请 所以就假托 一个待人的题目里面 才拟写 这样的一个部分 因为他写的情节 跟他的情境 是一样的 东坡也在一个秋天 秋冬的时候离去 去连相送 鱼寒门外 飞雪四阳 想到自己离开的时候 大雪纷飞 如柳絮 飘绵一样 令人很难过 等到今年到了 自己还在外面巡视 还在远州 不回去了 你想想看 他太太等了多久 这首词 实际上 我们可以说 他用渐渐的方式 但你读下去 就有理由深信 他是 如果他能够 带人寄缘 要体会 更何况自己的爱妻 应该是同样 可能是更深的情怀 所以想到他太太 这边 今年青春 阳化是雪 游不见还家 对不对 但他东坡写到这里的时候 他自己都痛心 自己辜负了自己的太太 等候那么久 他回不了家 能够张心比心 能了解他的心情 从白天写到晚上 你看他多寂寞 整天晚上 顾着南面 月亮 结果呢 月亮反而照着 屋上的一双燕子 对照出自己的孤独无意 对不对 这是一种 张心比心的手法 如果你放在东坡 是个多情人的话 纵然题目没有写出 他是带 认知而书写 事实上应该 会有同样的体会 除非他自己忘说 自己多情 不然的话 他应该是这样的感受才对 我们只能说 文人的这个时候呢 只能很间接地 传达这份深情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题目 终于没有表达了 当时的一个时空环境来说 他对这个认知的体会 应该如同 始终所传达出来 是一样的 甚至是有更深刻的一种悲痛 好了 这是生离的一种哀伤 当然 一年多过后 一年多过后 去到密州 他就写了死别的哀伤 但题目也没有写出来 他是对前妻 亡乎地悼念的 但我们一个当然有伤心 他能够有这种深切悲痛的话 不可能是现在的太太 应该是悼念 之前的太太 但这个情感 不能够说 太太去世 把她滴泪掉 现在使人要好好地爱惜 她眼前的人 不是的 情感东西 很多层次 很多面 所以这里面是 有一种 我们说的 他祷念这个前妻 不纯然是对于 故人的这种 思念之情 还有一种很深的愧疚 可能不过说了 这个祷念王妻 也代表的是什么 十年来 他自己也辜负了自己 好像爱到自己 美好青春岁月 一同被带走一样 我们讲过了 对女孩子的疼惜关爱 中国诗人来说 并不能相信 她只是到处留情 对某个女孩子 特别关心 不是 构起对某个女孩子的回忆 往往是带有 更深刻的内容的 而这个女孩子 代表什么 自己曾经有过的 青春岁月 美好莲花 她不在了 代表一切都消失 为什么一直 回忆起那个人 因为她代表 就是曾经有过的美好 所以对王福的 那个思念 不纯然是 太太本身而已 而是代表 那么多年来 那种种的 美好的过去 所以为什么 写得那么沉痛 对不对 她对王福的词里面 没有多少 但这一首 足以名流千古的 留下一个 很深刻的 一个情怀 那大家都 都读过嘛 都了解到 她里面所传达的情谊 有些到后面 本来一有所思 一有所梦的 但是到头来 是怎么样 还是醒来 竟然以泪洗脸 那我们就回到 这些都谈过了 我就不多说了 那大家回去 可以重新的 再读读看 留意到 在生离死别的课题上 东坡在前期作品里面 实际上都表达过的 对真正的人物的 一个情感的 一种表达 流入到她的心声 很真诚 很知情的 可以把它表达出来 这在词的情感 书写上 是新的突破 为过去的文言写词 往往都是 我们不能说空中语的 但不能不认为 他的切实 都是写出 男欢女爱之间的 一种离情意 也许又附作出 自己的生涯历练吧 但没有实际的人物 在其中 但都不不是 他不宁于表达 对自己的两个太太的 一生 一个生理 一个死别的哀伤 他就用建了 很动人的文字 把它表达出来 改写我们的中国 抒情史的 以前的词都是 冯山作戏 或者被别人创作的维多 但都不不是 扣合自己的生命经验 好了 这些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我们下面看一首 叫《简自木囊花》 就在里面的书本的224首 358页 讲义上当然也有了 都差不多 我们看得出生命的一种 刚才圣灵史被写的 非常的极端 当然只要写这样 也不容易 但注意动人 但有些时候 生活的细节 更能反映出一种 淡淡却有很深刻的情怀的 东坡在这里面 实际上有另外的书写方式 好 这首是在2月15日 与赵德林 小招 小招 巨星堂 那这里面没提到什么 对不对 但后面 我先给大家翻开 后面的 赵德林 他的一个笔记小说里面的记载 这首词写在 东坡在浙中元幼七年的2月15 浙中元幼七年 东坡57岁 在尹州当太守 东坡不是去到尹州吗 他写到 前面有一首词 也写到对于欧阳修的 这孤天的一个悼念 对不对 与于同世世欧人 唯有西湖破地月 就是这个时候的作品 这首也同样 这个时期的 春天的 仲春2月15号 东坡在尹州太守 那所谓巨星堂 是当年欧阳修 当年尹州太守所建的一个堂 它使用 为什么巨星呢 有很多一时之选的朋友 都聚在一起 在那边喝酒玩乐 所以取名为 赵巨星堂 现在东坡来到这边了 当然也不例外了 今天晚上呢 就请了他的 一个部署赵德林 他的签判 就是通判官呢 一起来喝酒上话 他是有来历的 为什么呢 赵德林的一个笔记小说 在侯茜录里面记录了 原有七年的正月 但他都是正月 东坡这些是二月 那东坡先生呢 在汝英 就在汝州的时候 周前 但汝英 他指在尹州这个地方了 他在周前 那堂前呢 梅花大开 月色仙迹 整得很明亮 很白 而先生呢 夫人 王夫人月 王夫人就是王润居 第二个太太的 还跟在身边 那他跟他说了 春月色 圣秋月色 秋月色令人凄惨 春月色令人合月 何如赵德林 被来应此花下 原来的原因是这样的 太太提出来的 太太说了 跟他说了 太太也许读书不多吧 但他有自己的感觉 他跟他说了 春天的月色 比秋天的月色好 你看他的个性的 一般人觉得 东坡说 春花秋月何时 写秋天代表文 爱上的心情比较多 东坡写秋月也比较多 很少春月的 可惜呢 王润居的个性 比较乐观的 比较正向的 东坡有一首比较悲观 反而太太的不一样 看到春天的月色的美好 为什么呢 因为秋天的月色令人凄惨 可秋月冷冷清清的 因为人在故乡之外的话 望月心怀 无限感伤 所以秋月令人悲痛的 但是不同春月 春月是令人合月 春天晚上 不是有烟幕的话 月色明朗的话 令人很安心快慰的 尤其是英国的 隆冬之后看到这样的月色 刚好这个时候梅花盛开 所以他说何不请赵德林 你的部署来 我们这边花下喝酒赏月 东坡就说了 先生大喜悦 吾不如子能诗也 此真诗家于也 这是他赞美王夫人的地方 我以为你不懂诗的 没想到你比我更懂诗意 还能够欣赏春月 东坡有一个太太不错 你要扣年东坡跟这个太太关系 你还要读一篇文章 后吃必复 我们讲过 东坡从雪塘上回家 回到旅途中 跟朋友上和看月 想再续探 有鱼无酒 想回家讨酒 所以东坡特别 从旅途中跑回林高去 没想到太太很轻松 跟她说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 以袋子不只是续 就把手端出来给先生 你看这太太很务实 很实际 也很懂苏东坡的 东坡就带着这瓶酒 也带着太太对她的信任 带着一个温情 朋友的信任 就载到旅逼 所以这一段旅逼逼 东坡不是一个人 独自面对历史 赶上自己进步如实的一种 他自己面对旅逼 登场高上去 面对生命 带着什么 这份温情 太太给他的 我在后世壁覆 生活前后世壁覆 不同的地方 在意见上 就在这种 带着情感 再有臭乎 再吃壁 然后来到吃壁之后 觉得无法带在山上 所以要回到传宗 然后之后 东坡是回到家中做梦 回到林高 然后去了解到 生命的一个 更高深的意义 又回到家里面去 家是谁啊 是他的太太 经营的一个美好 温馨的家 所以东坡突然来就饮咒了 本来是一种哀伤的 没想到太太 就是在比较 比较乐观的态度 面对人生 提示东坡 你不要哭了春天的美月 为什么指 指的因为抽月而感伤 所以东坡是 因他而甜这个词 这就是写出 不应的意见出来的 东坡不是掉到悲伤之中 反而因为太太的提醒 他觉得也应该 我们要珍重当下 不然都掉入悲情当中 这词就写出 我们很难看得到的意见 那我们看这些词 简单的去读一读 他说 春天月舞 摇荡香老光玉舞 不转回南 半楼梅花 晚晚响 清云薄雾 总是少年行乐处 不思秋光 只与离人照断场 东坡完全想 曾经的太太说 我又体会春天的美好 是这样来的 前面就写出 今天晚上 凭陈夫人所命 她就邀请赵德林来 赏乐饮酒的这个事情 她说 春天月舞 春天的庭院 谈到了巨星堂 月舞的月正当中 刚好也是十五这一天 月光很明亮 照着月中间的时候 正是摇荡香老光玉舞 写到了 他们正在赏乐 夫人也在那边 共同在回廊上 欣赏梅花 然后当时 那个月光就照耀在 一个香老子 像一个 聊着一个酒 因为拿着酒杯 月光浮在上面 好像光在那边闪烁 好像现在的婆娑起舞一样 东坡很喜欢写的 在酒杯中看到的月色 或者阳光的 或者山色 杯中的世界 有另外的一种风味 再拿着酒杯来 看好天上万里无云 月光就照耀在酒杯 随着酒杯 走在那边摇荡着 这是很美的姿态 如果人心情烦闷 你看很多事情都大而化之 甚至没什么色彩 没什么动态的 但东坡因为心情好的时候 他看到的面貌就不一样了 你小小的酒杯 都会放着一个月光 月光还在水泵上摇荡着 不是很美吗 一直喝下去 仿佛把月光在嘴里 肚子里面一样 这是很特殊的一个写着 因为心情好 整个感官世界就打开了 这时我们都写香也不容易 香的味道是 如果你受觉不灵敏 或者忍了很多的 注释烦闷的时候 你的受觉是第一个被封闭住的 闻不到饭香 受不到花香 等这个时候 香酒香都闻到了 可见心情多好 但不要忘掉 东坡这个时候是57岁来到饮舟 心情是蛮沉闷的 但这个晚上就不一样了 好了 不转回廊 写下他们 东坡跟王夫人还有赵德林 三几个人就在回廊中 不断的漫步了 他们不停下来的想念 就回廊中了 不断的回廊里面去散花 那时候半楼梅花 玩玩香 又一个香子 对不对 我们都不知 很难得看到香气四溢的 这个是夫人带来的一种美好的感受 那 玩玩形容一种 仪勇很柔顺 这本来是写女孩子的面容 这也形容那个梅花的 一种柔梅花香的一种姿态 玩玩香 那种细细维维的 很动人的那种香味 玩玩香 好 梅花中原半落了 但还拌在枝头上 还好配合一个乐视 还传了一个淡淡的香味 令人相当的疑神的 那种很有魅的暗香 好 他写到这里的时候 东坡的赞美了 见了月色 这确实真的不错 东坡真的也能体会 如他太太所说的 所以他说了 有些配合 清云宝雾 秋月跟春月不同的时候 秋月是比较爽朗 万里无云 但春天的时候 有时候晚上 带一种淡淡的宝雾的 有另外一种朦胧的美感 所以那个时候 见了月色 中原不那么明亮的 带一种宝雾龙 总是少年行乐出 都是年轻人最要行乐的 这样的景色 花明月暗 农青屋 今朝好像南边去 那是离后祖的词 这样的月色 那个朦胧夜最后就跟情人在一起了 这个晚上 东坡就写这个了 这是少年行乐出 和高学很多美好的回忆的 这是年轻人最要循环作乐的时刻 朦胧月色 就那么美好的月夜 就是年轻人 最要挥霍他们青春岁月的时刻的 但是这样的月色 不是秋光 秋天的比较老一点 人能享受吧 总不想秋光了 总只是离人照断场 柏龙云在这样的月色下 只要让人勾起了青春的美好的心情 与人行乐 但不想秋天的月光 秋天如果万里无荫 人在异处的时候 异邦的时候 就怕这个月色 会牵动你的思想的仇恕 但这句话是跟他的夫人 所套用过来的 他就帮他解释了 为什么秋光令人觉得凄惨 因为会照着离人 让你的望月和心怀 产生了很深的悲怨 你看东坡对太太的态度了 因为太太一段话 把他画为诗篇 而太太不是他要写他多好 而是这样的一种提醒 让他过过那么好的晚上 他值得祭奠 把他用词篇把他留下来 所以王润芝跟他的关系 就平平淡淡中 只有一种很温馨 很深刻的情谊在的 这个词就充分地透露出来 他不在他面前 写着悲怯的情怀 我们先看得出 前面先介绍了 他的后期比赋一样 太太对他的一份信任 下面我们也谈了 昭云跟东坡的某些关系 当然他谁给昭云的词 也不是很多 我们之前也讲过 西藏约有人说他是悼恋昭 我们也加以辨别过 应该没有那么样的关联 不然东坡会直接说出来 但你说在他心目中 难道昭云不如 还有一种消失 有待领梅香的一种精神意境吗 也可能还是会有 但是我们就此论词 不能因此论定 这个永梅就是永昭云 不是的 而是东坡他自己的夫子之道 还比较像 那来到南方以后 到去惠州 昭云已经身体不是那么舒服了 而心情 自从上了子之后 他整天都么地劝他念佛 但东坡认为 昭云的体悟能力比他高的 对佛经的体悟比他好 所以他们两个人一起 就静修佛学 那后面来到惠州 他也谈到这些了 下面我们看一首词叫《替人交》 在236首 里面的讲义的379 里面书本的379页 他是真的郑昭云 这是明明白白的 其实看得出这晚年的东坡 对昭云真的蛮疼爱的 我们前面看的 不管是待人寄远 或者十年生死两麻麻 或前面那一首 等到巨星堂了 跟赵地铃的相约 都没有在词题里面 明白说出人物的名事 但是赵云东坡就不认了 在题目里面轻轻讲明 是赠给赵云 后面那一首也一样 《闻西沙》 东坡明白了 这三应该是同时前后的作品 顺便一提就是 以前的男生 他们娶妻 我们只知道太太大概姓氏为何 比如说我们知道 自由的太太姓氏 我们称为 就称为 史少姐吧 对不对 但东坡不一样的 东坡的妻妾 都是有名有姓的 这是传统的文言里面 是很难 很不容易出现的一个事情 而东坡尤其他们死后 都为他们写墓志明 清楚写明他们的姓氏 我们有看到理由像是 王润芝前面提到了 他在家里面 事实上我们只知道 他小时候的名称 好像叫二十八 二十七娘等等 那也许他可能是润月出生了 有人说他的正月润月出生 所以这个名字 可能是东坡为他取的 叫做润芝 因为他润月出生了 那昭芸更是 可能他的子 他不使用名还有字 叫紫霞 这可能是东坡帮他取的 当然我们不能以证明 东坡对女生的尊重 他起码看得出 他跟传统文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的太太妻妾 都是有名姓写在文字里面的 以传统我们都没有 你看欧阳叔的妈妈 或是苏文坡的妈妈 只知道他姓是什么 但是没有名字 不留名字 他就是他们家的妈妈 她是姓程 我们只是程太夫人而已 我们知道紫尤的太太姓史 但是名字都不知道 但东坡不是 他所有期间都是有名有字 那是比较例外的地方 赵云是他晚年很疼爱的一个妾 所以说东坡实际上 他家里面还有四五个妾 跟着身边 但是到了海南 到了惠州的时候 他说东坡说 因为家里也穷了 而且就那么偏远的地方 其中有四五个家中的卑侣妾 相继就辞去 只有赵云愿意陪东坡去惠州的 所以东坡为什么特别疼惜这个女生 只有他陪到他那么偏南的地方 好 接着我们看看 替人交 都替 特意替 替人交 白发苍延 正是为魔境界 空方丈 散花和爱 珠唇 珠点 更寄还身材 这是个千生万生之灾 好事心长 着人情态 闲窗下 念云灵带 明朝端午 待学任难违配 寻一首好诗 要输群带 他用了很清浅的文章送给赵云 但也赞美他学佛有些心得 也是他很好的伴侣 那前面先说了 白发苍延 但这个是东坡写他自己的 已经来到惠州 已经年老容貌已经不堪了 白发苍延 有一种憔悴的容颜 头发斑白 当然白发苍延他早期在写 由杭州的密州的时候的 脆落脱也用过 你可以说他为老先帅 然后年轻的英雄 哇你果然真的也是同样的面貌 他说了但这样的年龄换了什么 收得一个好功夫了 中原人老了 用东坡当年写给他的好朋友深了解说 白发旺季 谁是东坡老 人虽老了 但身边的意见却又提升了 正是维摩境界 我中原老了 但是跟着赵云一起来收佛 已经到了维摩境界了 当然维摩都要知道 他代表佛家的某种 一种收敛的一个精神 维摩居士收得一种很好的一个佛法 那这里维摩是维摩节的神清 是一个人物代表了一个 佛家的一个收得高深佛法的一个象征 这个时候他说空方丈散化和爱 方丈在一个小小的地方里面 那这话说维摩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传道 那当时天女就在维摩的室中散化 那地方虽小 好像是毫无障碍的 花就不断地泼洒下来 结果一般人到维摩身上 花不着落的就这样掉下来 但是一般的到大地纸上 便连折而不坠 就坐了身上里面就不下来 就看到有不同的境界 仙旅上花这个故事就这样来 他说就赞美 当然我一边我收得维摩的那种境界 当然这个很空芒 好像是好小的地方 却是非常的辽阔 就空方丈 放在一个小小的一个收敛的地方 在方丈小天地里 好像是很辽阔的天地 如同千里散发 东坡就东坡在一起 就收敛佛法的 这指陪伴他的朝云的 毫无障碍 在小小的空间里面 他就有施展很大的一个空间 散了好多的花 在铺满在这个地方 与他一同收这个佛经的 这个是谈到了 这个是心灵上两个香气的地方 那珠虫 珠虫 珠虫 珠点 更济华 身材 他们呢 一方面呢 他们收佛法 当然在平常生活上呢 诶 昭云也是蛮美丽的 但是他也不是浓妆厌魔了 他是一点点的红 红蕴 点在嘴唇 点开 就很漂亮了 珠虫 珠点 珠虫好像筷子一样的一个地方 点点的 点一个点 然后敏开就好了 他不需要很大的一个化妆 然后呢 小小的一个脂粉点在嘴唇就好了 这个时候呢 跟计划很深彩 他的环境也盘绝得很漂亮 很闪闪发光的 但写出他的美丽 他爱美 但是他在心灵上 他也有他修为的地方 他说这些歌啊 千声万声指在 我们说刹那但永恒嘛 这些歌者 这些事 那 就代史两个人生活上的 或者他们所有这些事情吧 对对 就千辈子 万辈子都在 我们说 曾经发生就永远存在 它在我心中 不管它的 在收练的时候 它的装扮等等 哇 这种种 这些所有的事情 在我的心中 我们就发现呢 这些发生过的 永远千辈子都会在的 不会因一时不见就会消失的 对不对 他是有写出这样的一种啊 一种一种感觉 而上面的赞美啊 回忆往昔啊 就当然祝愿了 这个赵云啊 很好了 他说好事心肠 着人情态 但是赞美赵云了 他收佛不是啊 为了精神意见里面 他的人也很好 心肠很好 很乐于帮助别人 所以好事心肠 就因为 在生活实践上 也把佛家的 落实在生活当中 而着人情态 他也是呢 有一种很美丽的 很体贴的一种姿态 令人很动容的 而上面形容他的 贤重上念云灵带 念云灵带 他也才形容了 他读书的时候 也许都浮现了 非常的一种专注 那头发压得沉沉 眉目都皱着 很专注的 看他的书 念他的经书等等 念云灵带 他不是个很轻调的人 他是一个很沉着 尤其读书的时候 在书穿下 他所保持的这个姿态 都不觉得 倒好是老生入定一样的 不那么一样的轻浮 好 将明天到了 明天明朝段午 待学任男为配 明天段午节 我们的寻礼 要学屈原的 把南朝编在身上 作为一个腰带 这个会劈斜的 我们要学屈原一样的 把南朝 把学古人一样的 就配在身上 而且甚至 要寻一首好诗 要束裙带 我还要想着 写一首好诗 在他的裙带 书写在他身上 你看他多么对 这个太太的一种 一种爱护体贴 这种事情 写生活里面的 一种很嫌疑的生活 就是也不求 章话里面很绵密 用我们过去写的词 是点点滴滴 从精神的境界 我跟他的相同的地方 还有生活 他的外在 他的精神 他平常的为人 还有了平常 当主觉得 我们要祝福庆祝 这个节日 如何为他做一些事情 看得出他平常夫妻之间 那种很稀松的事情 他就娓娓道来 填着这个词 送给他 这个是 我们不在词的好坏论述 而是一份很深的情 都没有直接在里面 情话绵绵 来叙述出来 但是在点点 第一个行为上里面 充分的流露出来 在他晚年的生涯中 赵云的确 长相左右 但赵云确实 当然他也是 相对于是难过的 但仍不负王爷 起码他也觉得 那个佛法的 对于生活有那么难 既然是千倍 所以他谈到了 千生万世之灾 终于有一天 赵云不在吧 他永远就在他心中 站一个位置的 那下面呢 还有种写段五 应该是跟着这首词 继续写下来的 这两百二十七页 我们也简单看一看就好了 段五 明白 我们知道跟前面是有关的 也应该是 赠给赵云的一却词 他说 清汉为为 透必晚 明朝段五 欲翻狼 流伤战力满情川 彩线轻绕 红欲碧 少服 霞挂 绿云环 家人相见一千年 但写到了端午节的习俗 南方 当然为了 在南方生活是不好过 尤其夏天之后 好多的一个 一种病毒 很湿润的天气不好受 所以段五节要寻习 寻习 要劈血 然后期待的自己 能够安然度过这样的岁月 所以谈到端午节的时候 有清汉为为 透必晚 那必晚是绿色的细卷 就是说 维为的小汉 渗到了绿色的细卷 夏天会出汗 对不对 也写出他的衣服 然后它是明朝端午 玉方南 明朝端午节 很多人 也鼓励赵云玉去寻礼 跟着人霸 在撒满了兰花的水中 去泡个澡 沐浴一番 这有点让自己能够 用兰朝沐浴 是南方的一个习俗 但是要批些邪气 让你要过得比较健康 快味一点 那现在我们大概都没有 我们在香港的端午节 最好去游泳 我们说就游龙舟水 对不对 趁着龙舟出来 要祈福的时候 最好去 那个时候 之前不要游泳 还没到夏天 端午节那天 锣鼓声响了 龙舟帮我们祈福 那一天开始要下水 是这样的 他们那个地方 是一个兰朝的玉 因为这样的 所以流向降丽 满秦川 人人都洗澡 那个水 就分外的 充满了油腻 芬芳的 布满江面 大家都在那边 泡澡水 冲到江面去 但是充满的 很温润的感觉 他们洗澡 还有什么呢 彩线蓝 青蓝红玉 壁 就把五彩花线 轻轻藏在你的手臂上面 这也是一个笔鞋的用具 还有什么呢 小笔 斜挂 绿云环 就把小小的一个符 一个符钻 就斜斜挂在耳下 黑色的一个法柄上 但这些都需要用到的 尤其赵云南来的南方 身体不好 当然东坡希望他能够 能够借助这些方面 帮他可以打打气 把身体调养好的 当然就循例要做这些动作了 当然希望跟他什么 家人相见一千年 我们就很疼惜他 当然希望他能够 白头捷牢 然后跟他相见 能够长长久久 有一千年那么久 我们很难找到 文人对太太 其实能够这样说话的 我希望你能够延年益寿 不把病毒侵扰 能够跟你相见 有一千年一千年那么久 长长久久如是 多么的温馨体贴 对不对 这是多么晚年 留给昭云的词 这也不是只需乌游 为别人创作 是东坡的真情流露 词不胜家 也不像我们 但是这个时候 东坡影五十七岁 对他来说已经 我不止于心如止水了 你看看他的词到这个时候 已经不复以前的 那么样的一个软转多情 文字那么的优美的 他逐渐走着比较淡雅的一个路 这首词就是 晚年风格的一个代表 就平平淡淡 仿佛很枯高了 没什么情味 但别有一种深刻的情怀在其中 那么看到词 东坡教教教我们 当然词一方面会带我们抒情 也有它很美丽细致的部分 但是词是一种书写的一种方式 最后还是要回归到生活 也许从此无词 或者词不见出色的 但生活更加的要美好 融会在生活的一种词 才是最美好的人生词篇 我们这个学期就 很短的时间 带着大家从东坡的三十八九岁的词篇 谈到六十多岁 东坡用了六十几年的生命 走完他的人生 经历了很多的波折 当你来收东坡词之前 也许对东坡词有 东坡词然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说完之后应该有不同的体会 我们当然只选取了 东坡的其中一种文体 加以阅读 就是他的诗文就涉猎不多 那此所呈现出来的是 他多情的深情的一个部分 当然可能会改写了 你对东坡的认知的 他不是我们一般 就认为一个天才行义 然后很有才华 幽默风趣的人物而已 实际上他面临了 很多的生理死别 跟我们人平常人气 没什么两样的 可是他的突出的地方 就是他勇敢面对 不排斥这本情 也许多情会带来很多的人生的烦恼 也无法挣脱 但只有承担它 接受它 情感也许是唯一的救赎 让你重获生命 回归到更踏实的人生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很幸运了 东坡留下这些作品 让我们来不到半年的时间 走立东坡的一边 但这种体验都是清浅的 中央我说 我也叫了很多年的东坡职人 也不敢说我对东坡有充分的掌握 毕竟我们没有像类似的生命经验 这只是一个起点而已 也许我们会参考他的一些词 来学会到一些面对情感的方式 但是还是要把它画在生活之中 但这种你必须要坚信的一份信念 相信这份情感的可珍贵之处 不要怀疑他 那我们一起就可能强调 我们读这些词并不是因为 它动人好看文字漂亮而已 我们了解到这些词能写出来 是因为东坡透过书写的方式 而书写是一种理性的一个态度 也不可能了 我手写我口 情感到了 你可书写了 尤其此种问题 是用很配合文学格律来书写 因此在你要写出这份情怀的时候 你已经做了一番整理 有个条理在其中 那今天我能讲的 也是要梳理一个情绪 你来聆听的过程中 也不是直接手的情感的一个撼动 你也是在梳理这份情怀 所以这个层次要掌握 再来我们也强调了 词这种问题 它是一种歌唱的问题 它是透过第三者 后来文人书写有个对象吧 它是一种要向人倾诉的一种方式 那在文学家在写出的过程中 事实上他一发现 他愿意写出 起码他还有一份信念 还愿意与人分享 还期待有人聆听 他没有自己的孤觉 自闭起来 所以我才留下作品 让我们去分享 你在那边听 也不是自闭的世界 你也是打开你的耳朵 然后用你的心 好好去听进去的 你也不是孤立无援的 起码你的心 也跟东坡的心 在某个时刻也相通 你并不孤独 你还是可以被感动 但更重要是你自己是主动的去参与的 也不是要硬塞在你的脑海 你的心里的 证明你还是有一种 可以处理自己的情感 或者表达去跟人共感的一种方式 那我刚开始跟大家说了 跟大家带大家走一趟东坡的池的一个历程 主要是跟着东坡走一趟回家的路 这些离开家是很伤心的 离家就很多的一种象征的意思 我们从出生离开 以后就离开妈妈的身体 切开磁带的动作很简单 但里面是很多的周杰的情怀的 你在母亲的怀抱 母亲保护着你 是多么的一体 当你切开的时候 你开始有你自己的成长的历程 你跟你的家人 刚好是有些连接的地方 但是你又成长 你必须自己要切断你的心里的磁带 但里面就有很多的争执 我们的成长过程中 跟父母之间很多的拉扯 家是我们安顿的地方 但如果你不离开家 你又不能长就你的家了 里面就有很多的一种纠结的情绪 人也这样 我们的词里面看到 人事上在写着最思念的 最故乡的怀念 对友情的珍惜 无非就是在过程中 有一种无法勇敢面对前面 老想退缩的这种心理 多么也表达着这一点 刚开始的时候 词一直在赶上食不我语 很想回到故乡 成熟回生命的安顿 但最后发现 不能永远这样的 多么如果只写了一个诚词的话 跟过去的时间没什么两样 最后东坡进过屋台诗案 从踏实地跟土地建立关系 然后勇敢再走出自己的小小的房里 因为走出去的天地更辽阔 也许更苍茫 更不知道能够到哪里去 但不走出去 人只能死守在自己的规中的话 你永远无法再重造你的生命 所以人必须要走出去 所以我们看到东坡往周以后 看到很多词写到 如何在旅途中 如何看到生命的各种的一种状况 有悲伤有美好 但人还是要往前踏出去 所以我们看到东坡 可以看到游如回来 真正礼物到了 离开家并不困难 更重要的是带着一种很纯净的心 仇人者得人一何怨乎 只有干净如此的 人生是并不孤独的 因此再体会到此心安处是无想 对不对 孤伤这个有形的地方 也许都在变化中 永远回不去 但新的孤伤永远都守在你的内在 你随时都可以扣问它 安顿在其间 我现在大家收到这个课里面 我不知道能够给大家什么 也没有办法告诉 什么有形的 明白的一种生命意义 但是呢 多看看东坡 一个那么聪明的人 也面对人生很多的苦难 但他不忘记人间友情 也勇敢达出了每一步 也许有些措施 有些不妥的地方了 但是只要走出去 勇敢地面对自己 情感都是最好的归宿 那这个课程 是一个通识课程 我不晓得刚才还有一些委员问我 为什么要讲这些文学 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示范的追问 我都没办法讲清楚 因为我喜欢 我们有受过很多年的国文 很多同学可能都大肆的 回想起来我们国文的教育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的 我也不去批判怎么样 做好自己的本分好了 我也没受过很好的 教育的训练 我也不相信那些书 我只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是 棘手不遇 勿私于人 我曾经做过学生 如果今天我也在做当学生的话 我会不会讨厌 我这样的讲书的方式 如果连我都讨厌 我就不要当这样的老师 但我发现我喜欢这样 只能将心比心 我们没有办法有别的一个援助了 而且我一直期盼就是 文学可以是一种很轻松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的国中国高中教育 把文学变成那么的可怕 它就那么的畏惧 道不远人 你想想看 今年你这个学习读中博词 中文考试有些压力了 也许考不好 没关系的 但你还是觉得蛮亲近 蛮贴切的 因为它是很真实的语言 那我们当老师 无非也希望把它重新演绎出来 好好欣赏文学 我最喜欢同学 上这个课不是得几分 然后呢 有什么人生的启发 最好就是 你能够享受这一课 在享受中 你自然得到很多东西的 对不对 享受爱情 享受生活 享受诗词 都是一样的 好 今天到最新上课了 下次来就是不好的场合 有考试 对不对 大家都觉得好好头痛 但没办法 就是这样 我能够跟大家结缘 是很快乐的事情 有毕业的同学 也祝福大家 完成生命的一个阶段 勇敢地踏出这个校门吧 你都不离开台大 你去不了更美好的人生的 更美好的地方 一种多么写满庭方一样 不离开黄州 去不了五州 人生就无法看到更美丽的风景 对不对 还没毕业的同学 就勇敢去成长 接受成长 到大山到大四 有没有可怕 人生就这样 一个阶段 你不勇敢踏出一个阶梯 你看不到一个位置 或者你看不到的世界 每一个阶梯 都有不同的风景 等待你去探索 好 我今天就到这里了 就谢谢大家 一起来共同完成这个校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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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